乡下的阿婆给我送了十根香葱当配菜 转眼就被城里长大的我种进了地里 结果隔天小葱变大葱 连身高一米八的我都有些够不着 仿佛昨晚谁悄悄赋予了他光速生长的萝莉 甚至旁边还繁殖出一排绿油油的新生命 好奇心驱使我尝了一口 我那迷人的薄唇直接秒变香肠胖子 这给味觉落出了新高度 就在我用煽动的天然池水反复冲洗 片刻我减轻口腔的灼烧感 一个不明重物扑通踩在我的头上 随即又完美地落在了我的身后 我扭头才看清是一只兔子 什么品种的兔子竟对我种的大葱颇有兴趣 只见他扒唧着兔嘴 用兔手指向其中一颗大葱 原谅我不懂兔语 也一下子明白他想吃大葱 虽然兔子吃大葱我生平头刺剑 但没想到被困于煽动 和我一起分享种植成果的便是你这只兔子 这一切还要从在2055年的劳动节后说起 各大中心城市凭空出现一板座黑塔 相传黑塔中有无数猛兽在等待人类的征服 作为无数人前往黑塔冒险的补偿 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机会 只有得到黑塔顶层管理员召唤的人 才允许自由进出黑塔 通常被召唤的人类会出现在黑塔第一层 因为二至十层是怪物布鲁克 十一到二十层是怪物格布林 往高处走还会有半兽人和蜘蛛精 天天我试了意外 居然被召唤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山洞 看着一无所有的山洞让我生无可恋 万幸的是我在超市购买的瓜果蔬菜一同传送了过来 不至于当天饿死 可食物稀缺是事实 这意味着我很快就要凉凉了 想到这我不甘心 所以才萌发了就地种食物的举动 突然眼前的兔子朝山洞口呐喊了几声 也把陷入回忆的我拉回了现实 与此同时另一只兔子从洞口重重稳落在我们跟前 没等我看清就从百宝群变出来一个水壶和遮阳梦 先前与我吃大葱的兔子连忙上前 结果见两只兔子如此亲密 我就说有没有可能你们是一对情侣 好吧 好吧作为单身狗的我心脏瞬间受到了暴击 为了答谢我先前赠送的食物 两只兔子开始卖力分工 一只浇水一只修剪 等于原本该我收割农作物的劳动 此刻被他们主动分担了 然而他们另外还有目的 想让我领养你们吗 我看中了兔子耕作劳动的优秀能力 当场表示也不是不可以 前提是你们要帮我打理山洞的小农场 毕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此我以为他们懂得知难而退 可两只兔子扑灭而来 没错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爱的抱抱 两只兔子也不磨叽 在兔妹掏出耕作需要的众多工具 两小只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对兔子夫妻原本只吃无公害蔬菜 有缘被男人收养后 不仅开始吃香烤大葱 甚至见他吃烤鱼也垂涎三尺 可光吃饭不干活的兔子不是好兔子 所以他们在小小的深坑里面挖呀挖呀挖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两只兔子似乎是天生的农夫 很快就把所有的农活干完了 而士俊受不了兔子的可爱攻势 同意让他们和自己同住 两只兔子兴奋地跳到角落 兔兄在兔嫂的指挥下开始跑土 很快一个窝建了起来 连兔子都知道娶媳妇给盖房子 士俊给了累趴的兔兄一个大大的赞 兔嫂把兔兄拖进洞里 听着里面叽叽咕咕咕的噪吐声 士俊只能孤单地躺在石头上 他刚瞇了一会儿 突然感到背上好烫 他从石头上弹起 看向刚刚躺的地方 光点照在大葱的叶子上 燃起了小小的火星 原来是矿泉水瓶形成了一个放大镜 将阳光聚成一个焦点 士俊赶紧拿起水瓶找好角度 可这样生火的速度太慢 但他弯腰吹风 瓶子的角度又对不上 他正有些惆怅 容光焕发的兔嫂和尾泥的兔兄走了出来 见士俊对着葱叶吹气 夫妻俩满脸好奇 也学着他的样子吹了起来 士俊赶紧举起瓶子找好角度 在一人俩兔的通力配合下 我终于生起来了 再也不用生啃大葱了 真是学好树里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士俊迫不及待地烤了根大葱 两只兔子第一次见到火 在一旁好奇地看着 见烤得差不多了 士俊扒开大葱外层的皮 把它放进嘴里 味道简直不要太赞 这感觉就像一匹绿色的骏马 飞奔在草原 两只兔子也拿起大葱 学着士俊的样子烤了一会儿 这是他们第一次吃熟食 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葱 瞬间感觉兔生都圆满了 晚上士俊用葱白和葱叶 做了个火把 想插在水池旁用来照明 突然一条长相怪异的鱼 从水里一跃而起 扑向火把 吓得士俊赶紧闪躲 大鱼摔在了地上不停地扑轮 士俊心情不错 他抓起鱼用大葱裹起来 架蛋火上烤 很快鱼的香气就飘散出来 士俊咬了一口 真凶啊 他突然看到兔子夫妇 正眼巴巴地看着 士俊有些惊讶 难道他们也想吃鱼 白兔夫妻一夜产五胎宰宰 只为报答男孩的不吃之恩 兔兄表示福利大放送 身五只宰宰帮男孩 把深坑农场发扬光大 但士俊可不信 这分明是多了五张干饭的嘴 不过看到这些活泼可爱的宰宰们 士俊瞬间被萌化 笑嘻嘻地抱着小兔子 去熟悉农场环境 兔崽们在农场里肆意奔跑 士俊看着鲜艳的番茄花 要是有蜜蜂来采蜜就好了 现在一直都是人工兽粉 酸疼的腰让他深刻体会到 什么叫粒粒皆辛苦 这是一只蠢萌仔仔以为花朵可以吃 点着小脚丫将小脑袋埋进了花朵里 结果花粉飘进了他的鼻子 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眼见兔仔仔因为喷嚏后痒 士俊赶紧手忙脚乱地护住了他 这时他突然发现 仔仔刚刚站的地方 几个小小的果实悄悄挂上了枝头 或许他们很快就能吃到新鲜的番茄 真是美好的一天 天气越来越冷 士俊被冻得瑟瑟发抖 他感觉自己生病了 兔子夫妇赶紧帮他生火取暖 还给他做了件大葱披风 兔嫂又贴心地送上刚烤好的鱼 士俊咀嚼着美味的鱼肉 不知道这样无人问津的日子还要不多久 夜晚来临 兔子们已经躲进了洞里 士俊担心引来怪兽把火堆灭掉 蓝月生起 他还是被赤熊发现了 不管看到怪兽多少次 士俊还是会被吓到昏厥 早上他是被兔兄的耳光叫醒了 他依稀记得熊堵在动脑丝后 一副想要吃掉他的样子 随后他便头痛欲裂失去意识 能安然醒来是幸运的躲过一劫 早餐依旧是烤鱼 这时兔兄吭吃吭吃跑来 将士俊拉去番茄地 绿色的果实中间出现了一颗硕大的蓝色番茄 士俊想要看个究竟 番茄竟自己掉了下来 士俊面前突然弹出了一个消息窗口 恭喜你收获一颗蕴含蓝月能量的果实 塔楼经理也注意到这个消息 他观察士俊 解决掉 气得士俊一顿怒骂 一段含骂量极高的输出后 对面沉默了 士俊有些心虚 这应该会把塔楼经理得罪的彻底吧 突然几道仙气充斥在他身边 塔楼经理正式将他升级为人类觉醒者 士俊满心期待等待对方宣布他的职业 会是剑客还是法师呢 好像都不错 早向人生巅峰指日可待 这时对话况弹出 恭喜你成为黑塔中首的塔农 目前级别为F级 士俊崩溃了 自己好不容易觉醒了 竟然只是个农民 他当霸总的梦要破灭了吗 小蜜蜂每天为家族辛勤劳作 可好吃懒做的雄蜂竟要逼他离开 只因女王蜂嗅到了他身上的香味 怀疑他有产卵的潜质 担心小蜜蜂有天会取而代之 就要将他逐出毒蜂家族 无家可归的小蜜蜂只能自立门户 将蜂巢安置在深坑农场 这里不仅有新鲜的花粉花蜜 还有一个男孩和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男孩名叫士俊 几个月前因为黑塔经理的错误操作 他被困在一个十米高的深坑 黑塔经理终于发现士俊不是觉醒者 为了弥补过师 他给了士俊一个农民身份 士俊反复确认 他来这儿可不是为了种地的 这要是说出去太特么丢脸了 可经理说他能力平平无奇 除了农民也做不了别的了 这么看不起他 气得士俊差点怒摔手里的番茄 当他看到几只兔子担忧的样子 士俊又怕吓到他们 只能默默忍吓 他收到觉醒后的第一个任务 黑塔经理竟让他上交蕴含蓝月能量的番茄 如果拒绝就会直接斗败 这是赤狗狗的威胁啊 可是小命掌握在别人手里 他只能妥协 士俊上交了蓝月番茄 获得了经验值 可以让播种发芽率大大提高 任务完成黑塔经理也消停了好一阵 最近都没有蓝月现象 作物的生长慢了许多 士俊现在只能靠考于果腹 如今他的捕鱼技能已经十分娴熟 一手举火把一手拿棍子 鱼跳出来就是把它拍到岸上 自从觉醒之后 士俊捕鱼也会获得一定的经验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因为士俊种下的番茄终于成熟了 他收获了许多番茄 这些竟然是魔法番茄 吃一颗就能分解一公斤脂肪 还能增加一点魔法值 士俊还没来得及庆祝 沉寂许久的塔经理突然发来消息 让他提供200个魔法番茄 如果拒绝就原地狗蛋 面对资本家的无情剥削 士俊只能奉上他刚摘的番茄 刚刚收获的番茄所剩无几 他拿起一颗番茄就要放进嘴里 就看到兔子一家生气地看着他 他赶紧把剩下的番茄给兔子们分了一下 兔子不能像他一样一口一个 只能一点点慢慢瞬息 一时间山洞里只能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 无情资本家竟然让男孩每天提供500个魔法番茄 完不成任务就要原地狗蛋 没想到男孩决定直接改烂 通过推迟完成任务来反抗 资本家坐不住了 他终于妥协每天只需要提供50个就行 男孩名叫士俊 这是他被困在塔里的第三个月 他种的番茄终于成熟了 自己还没吃就被黑塔经理全要走了 还得寸进食想要更多 气得士俊一顿含噜量极高的输出 黑塔经理表示很不开心 因为士俊自己在吃番茄 而他只能看着 今晚是士俊来到这里后第四次出现蓝月 兔子们早早地回到窝里 士俊坐在石头上一边炫蜂蜜 一边祈祷猛兽不要靠近 蓝色的月光从洞口照了下来 士俊亲眼看到番茄在一瞬间变蓝 他赶紧跑过去看个究竟 又挖开土里的红薯 惊喜地发现照了蓝月亮的红薯 其中一个变成了紫薯 为了不让黑塔经理再收走 含有蓝月能量的作物 他选择完成上交500个番茄的任务 又赶紧吃掉蓝月番茄 变异的番茄像果冻一样Q弹 这味道也太好了 士俊又把紫薯烤了一下 等兔子们出来给他们一个惊喜 兔子馋的口水流了一滴 但是兔兄还是拒绝了 因为紫薯只有一个 兔兄想让士俊吃 士俊感动得眼泪盈眶 然而刚烤好的紫薯太烫了 手里的紫薯没拿稳 啪哒掉在了地上摔成了几块 兔崽崽们赶紧抢了一块塞进嘴里 兔兄手慢没抢过崽崽们 馋得飙累 结果兔崽们也被烫苦 今天士俊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 兔崽们不准再吃红薯鸟 而且还要帮它挖坑中红薯 兔崽们对这个决定很不满意 开始在地上撒坡打滚 为了让它们开心 士俊打算晚上再烤一些红薯给它们吃 兔崽们愉快地干起了活 看着卖力干活的兔子一家 士俊决定给它们弄点新花样 他把番茄穿成串 放在火上烤了起来 烤过的番茄非常好吃 兔子们吃得很开心 黑塔经理看得十分眼馋 他也要来一串试试 只因小蜜蜂有产卵的前置 便遭到女王蜂的排挤被赶出家族 他独自流浪来到深坑农场 农场里的欢声笑语 让他忍不住驻足观望 兔子夫妇在秀恩爱 小兔子们在嬉戏大闹 男孩在哄着一只小兔子睡觉 小蜜蜂多希望自己也有这样一群朋友 所以他鼓足勇气发出好友生气 士俊看到他非常开心 他受够了人工兽粉的腰筒 一直希望可以有蜜蜂来兽粉 可他高兴不过两秒 突然收到系统提示 这是一只食肉型毒蜂 会用毒针进行狩猎 并肯食猎物身上的肉 士俊惊慌失措 居然是这么危险的生物 他赶紧撤回好友请求 他回头想提醒一下兔子夫妇躲起来 却发现一家七口早已逃之夭夭 这帮小兔崽子不讲武德 还能不能愉快地做兄弟了 士俊后退并试图用手驱赶毒蜂 他的举动似乎让毒蜂更加恼火 紫罗蓝色的眼睛突然变得腥火 吓得士俊跌坐在地 另一只手在身后摸索 想要找到抵挡毒蜂的武器 士俊抓到了一根杆子直接挥了出去 毒蜂似乎没有再扑过来 士俊试探性地睁开眼睛 没想到金灿灿的番茄花 竟瞬间让抱走的毒蜂恢复了理智 蜜蜂的整个脸都埋在花朵中汲取花粉 他抬起头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看来他很喜欢番茄花 这么可爱的生物 确定是带有攻击性的食肉型毒蜂吗 现在正是受粉的好时间 于是士俊鼓起勇气主动靠近小蜜蜂 表示可以去他的农场里采蜜 小可爱开心地静止飞向农场 这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美食天堂 想到以后不用再进行人工授粉了 士俊开心地笑出了声 兔崽子们偷偷藏在石头后面 看着蜜蜂离开才赶出来 士俊一扭头 他才不要原谅这群关键时刻 只顾自己逃命的家伙 你们全家在卖萌也都没有用 气氛稍稍缓和了一下 那只小蜜蜂却折返回来 咱有话好好说 别靠这么紧 五只呆萌可爱的小兔崽崽 竟在蓝月之夜变身战斗力爆表的猛兽 白兔夫妻都害怕到将他们拒之门外 男孩作为他们的朋友 刚想上前查看 就遭到了兔山无影角的袭击 还能愉快地做朋友吗 男孩名叫士俊 这是他被困在深坑的第五个月 在白兔夫妻的帮助下 他的小农场已经出具规模 小蜜蜂也在农场安了家 原本害怕他的士俊 也在进行了一番友好交流后成为了朋友 还开发了新款黑暗料理 蜂蜜果大葱 士俊正和兔子们吃着烤红薯 被那黑心的塔楼经理看到 又开始向他无偿索要食物 这次上交了香甜的烤红薯的奖励 是给士俊激活了种子商店 每30天可以从商店里采购一次种子 士俊高兴至于忍不住吐槽 这经理真不讲究 这么好的技能还藏着掖着 可是他现在都比脸都干净 哪有钱去买买买 大概是听到了士俊的诉求 一份新手操作手册出现在他眼前 而且作为第一个使用种子商店的人 店铺友情赠送了一塔币 塔币是黑塔里的流通货币 一塔币换算等于外面的一万元 士俊进入商店 由于他的职业等级比较低 暂时只能购买白菜辣椒胡萝卜中的一种 每款种子要1000件起售 因为之后一个月都不可以进入商店 士俊必须要谨慎选择 他不喜欢吃辣椒和白菜 那么只剩下胡萝卜可选 听到胡萝卜 兔子们的耳朵瞬间支冷起来 兔子初期嘴角流淌着哈拉子一脸期待 看来这胡萝卜是非满不可 一个装种子的牛皮袋从面板掉落 士俊开心地收下 离其种子这个袋子看上去更值钱 士俊和兔子们种下了胡萝卜 兔子们白天几乎都守在胡萝卜面前 焦急地等待它们发芽 今天会出现第五次蓝月 士俊在收拾最近收获的番茄 兔子们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突然兔子夫妻一路狂奔回到洞里 却把小兔子们关在了外面 士俊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蓝月升起 小兔子们瞬间变成双眼星红 长满獠牙的鸡肉兔 士俊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 伴随一阵亮光和小兔子们的尖叫 它们成功晋级为成兔 士俊看着恢复正常的小兔子们 为什么一群白兔中会有一只黑兔 男孩收养的五只兔崽子 因为吃了太多肉 近一夜之间长出八块腹肌 还生出獠牙 五只兔子开始了群魔乱舞 男孩被吓得差点隔屁 兔崽子们不会想把它吃掉吧 就在它害怕到不敢睁眼时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一只软肤肤的小爪子 碰了碰它的胳膊 士俊鼓起勇气睁开眼 原来这是小兔子们的成年之夜 原本额黄色的胎毛全部退掉 进化出新的绒毛 五只兔崽子里有四只白兔 不过这个老六怎么是只黑兔 这科学吗 士俊抓起老六就是一顿坑 把它吓成这样总得收点利息 夜晚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整晚提心吊胆的兔子夫妻 打开门看到了小兔子们的身影 才放心下来 因为兔子成年进化相当于利解 若是体弱熬不过的 就会被淘汰掉 小兔子们看到父母非常激动 老大像变魔法一样 拿出一把蓝色的铲子 士俊惊讶地发现 每只仔仔居然都有专属成年礼物 老二有小推车 老三拿着镰刀 老四抱着水壶 基本耕田种地的农用工具都凑齐了 兔崽子们在成年以后 就会觉醒农民职业 但是农用装备只能自己使用 士俊只有羡慕的份 他看向老六 这里你的毛色最特殊 想必你的装备应该也和其他兔不一样吗 被点名的老六表情开始臭屁 伸出小短手 一把木锤出现在手里 老六一脸得意 本兔子的装备是不是帅诈了 士俊觉得这木锤拿来锤背还差不多 种地要锤子没啥用啊 他突然发现老六的属性竟然是战斗黑兔 两只农夫白兔的娃竟然进化成了战斗黑兔 这是基因突变了吗 老六对士俊看不上自己的锤子很是不满 他指着池塘表示锤子可以砸鱼 士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一人一吐马上行动起来 士俊拿着火把勾引大鱼 鱼跳出来后老六一锤子猛上去 然后得意洋洋的探着士俊 怎么样老子帅步 士俊表情明固了 大鱼已经被锤的骨肉分离成了鱼匠 但是不能浪费 你们就凑合吃吧 老六被兔妈骂了一顿后 小兔子们开始熟悉自己的工具 一段时间后 士俊又获得了够买种子的机会 这次可以买西瓜南瓜玉米三种 可是他只有0.9塔币 只能买得起玉米种子 如果按照这个涨价速度 下次他将什么都买不到了 得想办法赚更多的钱 这只流浪猫比马爸爸还会做生意 无数妹子心甘情愿做他背后的女人 即使要交易的东西生活中十分常见 他们也会趋之若鹜 而这个985毕业的研究生 却只能苦哈哈的重点 用六位数的密码保护着两位数的存款 连十颗西瓜种子都买不起 士俊思考怎么才能快速获得塔币 在黑塔赚取塔币的主要途径有三种 一是冒险家们爬塔获得的通关奖励 其二是狩猎怪物 然后卖给流浪商人 而第三个方法是完成任务获取奖励 前两种方法他无法完成 他被困在这里没办法出去 而且就算出去了 也是给那些怪兽当餐后甜点 至于第三种方法 那只贪吃的塔楼经理根本指望不上 完成了那么多次任务 到现在一毛钱都没见着 就给开了个种子商店全线 里面的种子还那么贵 臭黑龙 你不解释解释 为什么完成任务没有奖励塔币 面对士俊的质问 黑塔经理表示并不知道塔币为何物 但等他们长大以后会给他 士俊觉得他就是装傻充愣 作为黑塔经理怎么可能不知道塔币 士俊问他今年几岁了 黑塔经理却说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但是他告诉士俊 他要大约三百年才能长大 士俊气得问候了一下他全家 三百年后他的坟头草都多高了 而且他连个后代都没有 这钱留给谁都不知道 看来不能指望这个不靠谱的黑塔经理 不过种子超市还算手性 此刻士俊已经拿到了沉甸甸的种子袋 倒出金灿灿的玉米种子 CPU大师士俊给兔子们开了动员大会 只有好好干活才能吃到新鲜玉米 看着干劲十足的兔子们 士俊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无论如何干饭还是第一位的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没什么事是一条烤鱼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条 烤鱼的香味把小蜜蜂都给引来了 士俊正想分享刚买新种子的开心 小蜜蜂却突然拔出毒针 吓得士俊一个机灵 原来他发现有陌生生物登门 褪意正农的老六也戒备起来 躺起木锤准备迎敌 老四吓得腿软 该不会是什么猛兽来洗吧 一人欺吐一蜜蜂能打得过吗 这时看见山洞上方举起了一双小爪子 别误会 各位千万别误伤 我不是来偷吃的小毛贼 紧接着洞顶的生物一跃来到他们跟前 伸出粉嫩的小爪子和他们打招呼 田园猫物将农夫当成金主爸爸 在他鸡肠碌碌时 男孩爽快地地上香喷喷的烤鱼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猫猫本想找人类捞一笔 结果竟把自己的钱包捞没了 就在刚才 士俊和兔子们吃饱喝足 突然发现有不明生物闯入山洞 担心猛兽来袭 他们全都处于警戒状态 老六掏出木锤准备迎敌 一只小猫咪从上面跳了下来 伸出粉嫩的小爪爪和他们打招呼 士俊的心瞬间被萌化了 这么可爱的生物一定不是猛兽 猫猫自我介绍它叫西奥 是一个流浪商人 它是来找士俊谈生意的 因为士俊激活了种子商店 没想到这只猫猫居然会说话 很久没和人正常沟通的士俊 看到只猫都觉得它眉清目秀的 猫猫一边说一边翻找随身背包 打算拿出它引以为傲的稀罕物 可绿宝石般的大眼睛却不自觉地飘向烤鱼 虽然它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嘴馋 但是口水却忍不住滴落 真的太香了 士俊看穿猫猫的内心 哪有猫猫能把持住鱼的诱火 而且连兔子都喜欢它做的秘制烤鱼 士俊拿了条烤鱼 送到猫猫眼前 它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但没想到它竟然拒绝了送到嘴的鱼 不过看着那双放光的眼睛 士俊感觉它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果然猫猫经不起烤鱼的诱火 沉浸在烤鱼的温柔箱里 自从做了流浪商人 它就没吃过几顿饱饭 猫猫一连炫了五条烤鱼 好久没敞开肚皮吃得这么爽了 它起身向士俊鞠躬致谢 士俊连忙拒绝 都是兄弟别谈感情 谈感情伤钱 作为第一个顾客有情价 只要0.5塔币 士俊伸出手是一猫猫付款 猫猫经的毛都炸了 这不是你免费招待我的吗 然而士俊一脸坏笑 逃单是不可能逃单的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你看看身后的兔子一家七口 它们想吃饭 就在这儿做了免费的劳动力 猫猫只好含泪付款 士俊获得了在黑塔利显的第一桶金 不过这只猫猫也太单纯了 猫猫很是自责 都怪自己嘴馋 它是来薅士俊羊毛的 没想到竟让士俊把它薅脱了 不过师父说过人类的钱好赚 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赚大钱 猫猫赶紧拿出背包里的宝贝 热情地向士俊介绍起这些东西 希望能给自己回点血 田园猫竟抱着一捧秋刀鱼 向不偶猫求婚 结果对方没半分感动 反而十分嫌弃 可田园猫天真的以为对方是在害羞 但当负二代黑猫送来一条高级的三文鱼 不偶猫却直接跟着黑猫去了酒店切鱼牌 田园猫心碎决定离开村子 去外面闯出一番天地 让看不起它的人都后悔 但万万没想到钱还没赚着 回家的路费先亏完了 为了能一锦还乡 猫猫拿出压箱底的宝贝 开始向士郡推销 全场五块钱 买啥都五块 五块钱你买不了吃亏 五块钱你也买不了上榜 只要五块钱神奇的魔法水杯带回家 士郡赶紧让他打住 不然一会儿黄鹤就该带着小一子私奔了 猫猫还以为他迫不及待想要交易 下一句话却让他几乎崩溃 你这三样东西在塔外很常见 根本没有魔法也不值得购买 见自己的宝贝被当成垃圾 猫猫气得怒骂士郡是个不识货的傻瓜 士郡拿起保温杯解释 保温杯之所以恒温 是因为杯子材料阻隔热量传递 而电风扇如果一直开着 很快就会耗光电池的电量停止工作 这时电风扇刚好没电 猫猫无法接受风扇不再转动这个事实 坚信一定是魔法没有启动 不停地用爪子拍打风扇 尝试唤醒魔法 风扇依旧没有动静 这些东西都是他花光积蓄才得到的宝贝 猫猫终于意识到所谓的师父 就是一个骗子 他趴在地上崩溃大哭 原来他来自黑塔中75层的猫村 前几天在好兄弟小黑的窜桌下 抱着亲手扎的秋刀鱼 向暗恋多年的女神小布表白 可小布却嫌弃廉价的秋刀鱼 配不上美丽的他 直接拍落费心包装的秋刀鱼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嘲笑 而小黑竟然拿着高级三文鱼来挖墙脚 还嘲讽猫猫的礼物丢进猫村的脸 高大威猛又多金的小黑瞬间俘获小布的心 小黑搂着小布有说有笑 猫猫却不死心上前拦住他们 我们曾经的快乐时光都是假的吗 你曾说我是你的唯一 小布生气地甩开猫猫的手 不过是无聊时的消遣 你还当真啊 别再自作多情跟着我 烦死了 就你那廉价的爱情能当饭吃吗 龙夫白兔竟在深坑中种出100斤魔法番茄 血绸如何将番茄卖出去 因为种子的价格太贵了 如果不将番茄卖出去 他们就没有钱买新的种子 所以兔子们盯上了钱来推销的喵心人 而猫猫经历了友情和爱情的双重打击 决定离开从小生活的猫村 闯出一番天地 他先用大部分鸡去办理营业执照和购买装备 还结识了流浪商人哥布林 哥布林告诉他 塔外有魔法的东西在这里十分畅销 看在猫猫这么可怜的份上 把东西便宜批发给他 拿到人类那里绝对能大赚一笔 哥布林还悄悄告诉猫猫 塔楼有人激活了种子商店 幸运的话会卖一个好价钱 我哥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猫猫几乎花光毕生积蓄 从哥布林那儿进了货 一路忍急挨扰勉强撑到这里 期待能做个一本万利的大买卖 没想到这些东西在士郡眼里都是垃圾 猫猫趴在地上爆哭 他果然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听完猫猫的伤心往事 士郡突然感觉当个农夫也挺好 他安慰猫猫要不要再来两条烤鱼 缓解一下心情 结果猫猫连连拒绝 他可没有多余的钱当冤大头了 士郡想挖猫猫代销 他立马拿出诚意 谈钱多伤感情 这与你免费吃 而且刚才那五条烤鱼的钱也退给你 我这儿有个一个亿的项目 不知道你有兴趣合作不 可猫猫依旧垂头丧气 他这样的废柴谁会和他合作 而这时兔子们居然制造了一个惊喜 他们用大松搭建了躺椅和遮阳伞 邀请士郡过来试试 他以后也是有床的人了 他躺在躺椅上 喝上一杯自制的枫栗番茄水 有海边度假的感觉了 猫猫也来一杯放松一下心情吧 反正你也没钱了 不如就加入我们吧 不需要你出进货的钱 东西卖出去还能拿三到五个点的提成 这会儿猫猫倒是学精了 担心士郡拿它当喉耍 开始认真思考起来 兔子们投其所好端来热乎的烤鱼 猫猫的口水忍不住流了出来 但它还是不同意士郡的合作 舍不得鱼儿套不着猫 除了提成每周还可以提供十条烤鱼 士郡就不信猫猫能抵挡得住诱惑 猫猫赶紧低下头 生怕士郡看出了他的心思 然而士郡早已看穿了他 二十条 他霸气拿出一堆烤鱼放在猫猫面前 这些都是你的 猫猫的爪子忍不住伸了出来 看在烤鱼的面子上 他打算相信士郡一次 中华田园猫被同类嫌弃土肥猿 却在两脚兽面前成了超级猛物 冒险家们纷纷表示要给他铲食 田园猫却直接拒绝 因为他已经有了铲食官 是那个人在他最需要食物时 给他递上了烤鱼 就在刚才 士郡用二十五条烤鱼 护佑猫猫签下了一份合作协议 里面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他们的合作就此达成 士郡很期待和猫猫的合作 这时猫猫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这份协议怎么适中生智的 还只能售卖士郡一个人的东西 什么合伙人 这明明是卖身器啊 猫猫十分懊恼 他竟为了二十五条烤鱼 搭上了自己一辈子 因为黑塔利生效的合约 是不能毁约和修改的 猫猫拍开士郡想和他鸡掌的手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如果我一个月销售额少于五塔币 是可以终止合约的 士郡摸了摸猫猫的头 他可是非常相信他的 熟练的撸猫手法彻底将猫猫征服 猫猫想知道他之后要卖的东西 士郡带他来到农场 你这次就卖这个番茄 猫猫有些不屑 这么个常见的农作物 哪里买不到 士郡解释这个番茄酸甜可口 而且它不仅可以增加魔法值 还可以分解500克脂肪 塔外的小姐姐们都很喜欢 士郡打算卖0.5塔币一个 猫猫瞬间实话 在他看来这个番茄0.1塔币都不值 高出市场价5倍哪个大冤种会买 士郡却对番茄信心十足 猫猫你就放心卖吧 反正销售额不超过5塔币 你可以解除合约 还能收到25条烤鱼 这时兔子们已经装好了 1000个番茄和25条烤鱼 士郡还担心这么多东西猫猫要怎么拿 只见猫猫抛弃不带 那些东西瞬间被收了进去 变成一个小包裹 猫猫背起包裹向士郡告别 踏上赚钱之路 在黑塔的第38层 一群冒险家们正在合力攻打BOSS 大战几百回合后 BOSS终于凉凉 在他们减装备时 猫猫走出丛林 还在休整的队伍听到声音瞬间警戒起来 看到是一只猫他们又放松下来 几个妹子看到猫猫直接就扑了上来 猫猫恍然大悟 外部的士郡让他交易使用猫语 他赶紧拿出番茄 猫里猫气的开始推销 中华田园猫第一次卖魔法番茄 就被人类抢购一空 甚至为了能买到更多 差点大打出手 猫猫简直不敢相信两脚兽的购买力 看来他想摆脱终身合约 只能等下辈子了 就在刚刚猫猫来到38层 向一个小队推销魔法番茄 结果队长竟不懈的带头离开 因为他们需要的 是可以提供能量的肉和面包 不过还是有两个人愿意听猫猫介绍 这也激发了猫猫的斗志 喵喵 擦掉你们的眼睛 打开系统面板看一看 这个番茄可是有神奇的功效 其中一个法师还真照做了 食用后会在10分钟内提升一抹法质 不过这一个居然要卖零边五塔币 他嫌弃得白白手 对于他们这样的精英 一抹法质不值一提 远不如买个好装备实在 但一个女法师却捕捉到番茄的其他功能 吃一颗番茄可以分解多于脂肪500克 听到可以减肥 还没走远的妹子们纷纷回头 争相购买魔法番茄 几人甚至为了买到更多而大打出手 难冒险家们对视野 也加入了购买队伍 这可是拿来送女朋友的好东西 几分钟后 猫猫带来的一筐番茄就只剩下筐了 人类的购买能力 简直刷新了他的三观 而士俊似乎早就预料猫猫一定会大卖 开始扩大番茄种植规模 同时小黑也开始练习捕鱼 很快他就成为了完美的猎人 捕鱼又快又稳 士俊摸了摸他的头 受到表扬的小黑干劲十足 士俊打开猫猫送他的保温杯 净意外发现里面装满了素容咖啡 这让士俊无比惊喜 他开心的冲泡一包 小蜜蜂主动提供香甜的蜂蜜 士俊把咖啡摇匀 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 他迫不及待的喝了一口 这真的是快乐加倍啊 不过他也没忘记和兔子们分享 呸呸呸 严重怀疑士俊在耍他们 小蜜蜂今天竟然搬了个蜂巢过来 他开心的和士俊打招呼 蜂巢搬到这里以后 就不用再来回跑了 而此时骗光猫猫积蓄的必经 正在向同伴们炫耀他前几天骗到的傻猫 他在等猫猫回来找他 他可是为猫猫设计了一套连环剂 这回他要把猫猫骗得连裤茶子都不剩 让他成为自己的奴隶 小蜜蜂第一次见到人类就发来好友请求 想要天然蜂蜜它就给你吐 甚至将自己的加班来和人类一起住 完全忘记自己是一只食肉型毒蜂 明明可以用毒针制服对方 却偏偏选择这种友善的方式与人接触 士俊非常欢迎小蜜蜂的入住 他以后每天都有新鲜蜂蜜用了 农场里的番茄又成熟一批 士俊和兔子们正在采摘 突然身后传来甜人猫愉快的歌声 猫猫发现士俊看到他似乎不高兴 难道自己在外面玩了四天被发现了 他赶紧低头认错 表示以后卖完马上回来 再也不浪了 士俊本以为他东西没卖完就回来了 想要批评教育一番 没想到进诈出了这么多信息 猫猫离开十四天就回来了 去三十层往返需要十天时间 而他竟然还玩了四天 那说明番茄一上架就瞬间被秒空 不过作为无情资本家 怎么可以让员工有时间到处浪 赚钱不积极 脑壳有问题 所以士俊把猫猫的代理商等级降低 只给了他4%的提成 猫猫这次卖了500塔币 按照约定士俊给了他20塔币 同时不忘激励他 猫猫你只要好好卖 我就把你的等级提上去 提成涨到5% 年终奖我也给你多发 猫猫眼神里透着清澈的愚蠢 表示一定在接在力 认真的表情像极了刚毕业 每天啃老板大饼的我 听说交易成功 状态栏会显示番茄供应商的名字 士俊越说越开心 看来他马上就要名扬黑塔 而此时猫猫却变了脸色 因为他向士俊隐瞒了一件事 为了防止新手商人资源被抢 黑塔设置了保护机制 在他成为终极商人之前 状态栏不会显示功或伤性能 这件事如果被士俊知道 只怕自己的代理等级要再降一档 猫猫来不及休息 他要在士俊发现之前 赚够1万塔币升级终极商人 士俊看着猫猫忙碌的身影 不禁感叹自己的CPU也太成功了 酒馆里坑骗猫猫的地精气的砸了杯子 因为他看到流浪商人排行榜 西奥竟然排在他前面 自己最近骗了好几个傻子 才把排名提到了999名 没想到那只傻猫竟然比他排名还高 自己给他的都是些卖不掉的垃圾 他是踩了什么狗屎把那些东西卖出去的 人类苦勋田园猫三天三夜 只为和他拍张合照 没想到同类眼中的土肥猫 竟成了人类眼中的小可爱 时隔五天 猫猫再次背着小番茄出来营业 他有些惆怅 他的小篮子一次只能装1500个番茄 要往返十多次才能成为终极商人 猫猫望向四周 上次这里很多人 这次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就在他东张西望之时 一个金发妹子从树林中走出 还开心地朝身后招手 找到猫了 快过来 猫猫吓了一跳 上次买番茄的小队再次出现 之前看不起番茄的队长 今天竟带了一大包塔币 只为买上200颗 因为他上次跟风买了几颗番茄带回去 原本很少和他分享生活的女儿 净破天荒地给他发了信息 表示番茄效果太棒了 让他再多满一些 队长收到女儿信息激动的老泪纵横 一位队员也晒出与女朋友的合照 表示女朋友收到番茄后脾气都变好了 队长决定即刻出发去黑塔集训 所有队员净破天荒没有反对 他们这次集训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带上足够的塔币去找猫 看着热情高涨的两脚兽 猫猫表示他要远避涨价 原本一颗0.5塔币 如今要涨到0.7塔币 什么 竟然才涨0.2塔币 这个番茄卖一塔币都不过分 所有人争相付款 生怕晚了就抢不到了 1500颗番茄再次被抢购一空 队长还主动和他预约下次交易时间 猫猫没想到仅仅两次 他就收获了一批死忠粉 按照这样的速度 很快他就会成为终极商人 届时他一定会被老板重用 就在他做着春秋大梦时 突然被一个冒险家妹子叫起 妹子表示他长得非常像自己的猫 猫猫一脸懵 这是人类的搭讪方式吗 猫猫的步伐正要离开 妹子突然打开一根猫条 这个味道好香啊 那他就给点面子勉强尝一口 哇塞这也太好吃了吧 妹子又拿出了各种口味 猫猫眼都直了 不过这个不会要收费吧 妹子表示只要猫猫肯和他拍一张合照 就免费把这些猫条送给他 猫猫连连点头 一张照片换这么多好吃的 这一波稳赚不赔啊 小蜜蜂每天为家族心情劳作 可竟被同族逼迫离开 只因女王蜂发现他的体型逐渐肉化 怀疑他有产卵的前置 担心他有天会取而代之 就将他逐出毒蜂家族 无家可归的小蜜蜂只能自立门户 他将蜂巢安置到深坑农场 这里不仅有新鲜的花粉花蜜 还有这么多可爱有趣的小伙伴 在经历几次钢钉贯穿般的痛苦进化 小蜜蜂脱胎晃骨变成大眼萌妹 还顺利产下了自己的小宝宝 本来他不可能进化成女王蜂 难道是因为吃了农场的花粉 才会造成基因突变 士郡看到从蜂巢爬出来好多小蜜蜂 他有些懵逼 到底哪只才是他的蜂蜂 他赶紧拿着番茄花去确认一下 没想到蜂崽子们竟把他当成敌人 红着眼睛拔出毒针 向士郡和兔子们攻来 吓得老六拔锤相向 萌妹蜂听到声音赶紧出来阻止崽子们 并向崽子们介绍士郡是他唯一的人类朋友 士郡一脸震惊 这是他的蜂蜂吗 怎么从秃头小宝贝变成了大眼萌妹 说好的一起当兄弟呢 怪不得最近他都没出蜂巢 生啊这么大的事怎么都不告诉他一声 士郡拿出番茄花靠牢萌妹蜂 蜂崽子们对他放下了戒备 很快他们就和兔崽子们打成一片 而黑塔经理正通过紫水晶 监控着山洞里发生的一切 明明书中记载毒蜂是极具攻击性的食肉型怪物 如今他们不仅没有攻击士郡 还和对方成了朋友 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有空要去问问爷爷 或许会找到答案 既然现在没有危险 那他就先不插手了 昨夜是士郡和蓝月亮的第五次对抗 他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恐惧 第二天他本想睡个回笼觉 但兔崽子们却发现了新奇的事物 非要把他拽起来 拉着他前往农场 原来他们之前种下的胡萝卜 终于有一颗可以收获了 而且因为受到蓝月能量的影响 本来是橘色的胡萝卜竟变成了紫色 士郡很是惊喜 不知道这紫胡萝卜能有什么神奇的功能 在兔子们期待的眼神中 士郡拔出了胡萝卜 叮咚 获得一颗蓝月能量胡萝卜 食用厚敏捷度可以永久上升五个点 同时士郡获得了70点农夫经验值 而且收获熟练度也大大提升 可惜这样的好东西只有一颗 当然要留给一只帮忙打理农场的兔子一家 小蜜蜂静一夜之间变成大眼蒙妹 还产下了自己的小宝宝 而当田园猫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农场 却遭到了疯宰咱们的围攻 猫猫被吓得毛都炸了起来 男孩赶紧上前给他解围 猫猫心里苦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 就在刚才 士郡收获了一颗吸收蓝月能量的迅捷胡萝卜 他决定把这颗胡萝卜送给兔子一家 兔胸开心地抛起胡萝卜 连到老二瞅准时机起跳出刀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胡萝卜被平均分成了七块 精准地落到每只兔子手里 所有兔都很开心 唯独老六有些不满 为啥他的胡萝卜看起来这么小 老二一脸傲娇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e 士郡来到番茄地 惊喜地发现这次成熟了五颗蓝月番茄 他只上交了一颗完成了之前的任务 黑塔经理还想说些什么 突然被一声 士郡救我 打断 原来是猫猫卖完东西回到山洞 疯宰咱们却以为他是入侵者 摆出攻击姿态 士郡赶紧过去抱起猫猫 向疯宰咱们解释这是自己人 他们这才恢复理智 士郡被蹭了一脸猫猫 他捏住猫猫的大脸盘子 你刚刚叫我士郡 不是应该叫老板吗 猫猫善笑 我们不是翻类吗 士郡伸出手 少给我套近乎 卖货的钱拿出来 士郡轻点了塔币数量刚好750枚 这时猫猫突然又掏出一包塔币 怎么样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因为番茄太受欢迎 所以我涨价到0.7塔币一颗 这是多卖的300塔币 猫猫一脸期待可以恢复他的代理等级 殊不知他涨价的事 士郡早就通过黑塔经理知道了 所以他表现得一脸淡定 给猫猫分了他该得的塔币 没有得到赞赏的猫猫有些难过 不过在老六的安慰下 他很快重新振作 拿出猫条大口炫起来 猫猫正吃得开心 突然被士郡发现 这不是塔外的东西吗 他怎么弄到的 猫猫说这是他答应与人类合照 一个人美心善的小姐姐送的 说着打开自己的小包包 看这里还有好多呢 士郡有些惊讶 因为猎人镜塔最多可以携带一公斤装备 所以他们只会携带刚需物品 怎么可能会专门带猫条 他猜测对方极有可能是猫控 是专门过来找猫猫的 想到这里 他又get了赚钱的新套路 整个山洞里充斥的士郡魔性的笑声 猫猫被惊出一身冷汗 他依依不舍地递出手里的猫条 你是想吃这个吗 猫猫被青梅抛弃离开伤心地 本以为可以靠努力走向猫生巅峰 但他哪能玩过人类的八百个新眼子 就在刚刚 正在大口炫着猫条的猫猫 被士郡魔性的笑声吓到 这男人是想吃猫条想疯了吗 他不舍得递上了刷脸赚来的猫条 不成想士郡不光把他手里的拿走了 连包里的也没放过 真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猫猫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我可能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啊 士郡却一本正经地给猫猫洗脑 是你违反了合约 因为合约第二条明确规定 你不能擅自与其他人进行交易 所以我有权处理这些猫条 什么 这也算交易 猫猫果然相信了 扑腾的爪子表示以后再也不会了 看猫猫的可怜样 士郡决定好好安抚一下他的情绪 他其实是怕猫猫太单纯被骗 他把猫猫抱到腿上 打开一根猫条喂给他 还给他来了个马杀鸡 猫猫瞬间就被哄好了 舒服地窝在士郡的腿上 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 士郡表示猫猫以后好好带火 他就把猫条奖励给他 猫猫吃着士郡画的大饼 完全忘了猫条是用他的合照换来的 士郡有些好奇猫猫是怎么往返这么多楼层 还能从怪物手下逃脱 猫猫指了指脖子上的小金牌 因为他有流浪商人资格证 受到黑塔的保护 只要有证就不会受到攻击 虽然每年要向黑塔缴纳一定费用 而且会费会随着商人等级提高而增长 不过入会的福利也是多多的 商人还有专用的商路 可以快速在不同楼层往返 所以猫猫只用了五天就下到38层 士郡好奇他到底在多少层 得到的答案让他十分震惊 他居然直接落到了99层 这算不算是赢在了气跑线上 而且有猫猫在 他可以让猫猫带着自己一起走捷径去下层 士郡已经开始憧憬自己走向人生巅峰 然而猫猫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因为捷径只是给商人用的 猎人是不能使用的 而且这块金牌也不能保护其他人 士郡心碎了 他的身材之道就这么断了 就在士郡一眸之时 突然被猫猫拍脸 别做梦了烤鱼都糊了 士郡突然想到另一个办法 如果他也成为流浪商人 不就可以走捷径还受保护了吗 但他的想法马上就被猫猫否定 因为只有土生土长的塔内生物 才可以申请成为流浪商人 士郡千言万语会成一句 这短短两个字 惊得山洞内的生物和萝莉龙都看向了他 男孩成为黑塔里唯一的农夫 不仅直接落到了别人无法到达的楼层 就连落地的方式都易于常人 是头朝下栽下来的 这些走向人生巅峰的方法 全部被猫猫否定 就连成为一个流浪商人都不可以 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 士郡开始放飞自我 他愤怒地奸将 想出去看看怎么就这么难 兔子一家和蜜蜂一家都被吓到了 猫猫更是被吓得直接起到老六头上 发泄结束的士郡决定找个机会和黑塔经理谈谈 毕竟他现在除了在这种田 什么保命的东西都没有 就这样出去分分钟给怪物塞了牙缝 而此时 魔法番茄已经被塔外的药企高管注意到 CEO黑妹带了两个番茄去拜访食品公司副总裁黄毛 黄毛通过状态栏看了看番茄的属性 可他却不屑一步 如此普通的装备能有什么投资价值 黑妹很是无语 明明是个副总怎么眼皮子这么浅 他打开关于魔法番茄的研究报告 根据他们的数据 使用一颗番茄可分解一公斤多余脂肪 而且还会提高5%到10%的鸡蛋 黄毛看到数据眼睛瞬间亮了 这真的是一个潜力无限的项目 但有句老话说的好 当别人告诉你赚钱方法的时候 就是薅你羊毛的时候 黑妹微微一笑 你说到点子上了 我们尝试提取番茄的成分 可惜都以失败告终 因为你当初做了一份黑塔农场计划 所以我才想找你们合作 计划虽然失败 但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而且听说你父亲身体欠佳 急于确定继承人 如果这个项目做好了 一定能从你众多兄弟中脱颖而出 现在你还觉得这个番茄是垃圾吗 黑妹的话说到了黄毛的心坛里 他微笑拿起一颗番茄塞进嘴里 汁水在口中爆开 这也太好吃了吧 黄毛忍不住把另一个也炫了 还想再来一些 此时黑妹的脸更黑了 你都把我的给吃了 要吃自己去塔里买 士郡这时正在了解山洞周边的情况 猫猫已经出差两次了 自然是所有人里消息最灵通的 猫猫说这附近并没有怪兽 但是远处有 是一只红毛熊 士郡想起第三次蓝月时 那只堵在洞口缠他的熊 说到他 猫猫都怕得浑身颤抖 虽然他有商人身份保护 但那只熊每次看到他都馋得流口水 田园猫又出来营业了 他改变了以往的交易方式 让所有人竞价 价高者的 而且一次必须买500克番茄 但仍有无数人争相较价 很快番茄价格就比之前翻了个倍 就在刚才 猫猫向士郡说了外面的情况 在这个山洞附近并没有怪兽 但远处有一只红毛巨熊 每次看到他都流口水 士郡想到第三次蓝月现象出现的那只红毛熊 当时他就被吓晕过去了 还好熊没有吃它 这么看来出去还是有风险的 猫猫也极力劝说士郡不要出去 倒不是他担心士郡凉了 主要是怕没得士郡以后都没浴吃了 士郡看到在花丛中辛勤工作的蜜蜂们 心里有了主意 萌蜜蜂再生两窝 就会有一个庞大的蜂群 到时候让毒蜂们出去巡逻 再让毒蜂们把大葱叶座的绳子系到树上 确保周围安全 他就可以爬出去了 猫猫又该营业了 临走时士郡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猫猫按照约定出现在了第38层 此时已经有很多人在等他了 猫猫很高兴 人越多出的价格就会越高 喵喵 我来了 猫猫刚跳下来 一大批人都向他飞奔而来 一个胖子拿了满满一大包塔币 这次的番茄我全包了 周围人都很不满 凭什么全给你 胖子不屑地看着他们 因为我是凤凰工会的 凤凰工会是黑塔的第一工会 出了名的恶霸 几人为了买番茄差点大打出手 眼见场面要失控了 猫猫赶紧出来维持秩序 大家有话好好说 不过这次我要采用拍卖的方式 价高准了 每次交易的数量是500个番茄 初始价格为350塔币 大家量力而行 钱不够就可以提前退出了 买了两次番茄的队长急了 女儿还在等他带回番茄 他直接出价410塔币 这是他身上所有的钱 女队员觉得他太冲动了 一次买500个也太多了 可是队长认为博女儿一笑之德 而且大家可以集资出钱买 到手之后再分配 胖子马上更加450塔币 叫价声音此起彼伏 价格很快就飙到600 这时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的声音 1000塔币 众人震惊 到底是谁有这样的实力 队长一眼认出 这是全国最大食品公司的副总裁 他怎么会来这里 资本家出现了 他们这些冒险家 根本争不过呀 突然他发现黄毛身后之人 竟是自己的队员黑仔 他质问黑仔为什么要把人带过来 黑仔一脸抱歉 因为这是他姐姐黑妹的嘱托 队长没想到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竟变成两大财阀 根本争不过呀 完了女儿要失望了 猫猫并不知道人类的想法 没有人再继续出嫁 他美滋滋地卖掉第一框 准备进行下一场拍卖 那只贪吃的黑龙 竟为了一口吃的而妥协 用耕田种地的食用技能 来交换一杯蜂蜜番茄汁 还被人类误认为是一只贪吃的小猪 就在刚刚 猫猫顺利抵达38层 开始了他猫生中的第一次拍卖 没想到现场一场火爆 副总裁黄毛出现 直接出价1000塔币 结束了第一场拍卖 猫猫开心地拿出第二框 队长第一个出价600塔币 心里祈祷黄毛不要和他竞争 但没想到黄毛直接拿出3000塔币 这三框我全要了 其他人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就别浪费时间了 黄毛让手下装好了番茄 就赶着去黑塔第一层 与此同时 士郡和兔子们在山洞里 一边品尝蜂蜜番茄汁 一边畅想饥饿营销带来的强迫画面 他让猫猫对这些番茄进行拍卖 不仅能让猫猫更加省力 还可以把价格抬得更高 士郡正打算和兔子去干活 黑塔经理却突然发来新任务 让士郡做一杯手打蜂蜜番茄汁给他 完成任务会获得一个奖励 这塔经理现在怎么都不用小命威胁他了 看在他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士郡打算干完活再给他做 毕竟手打蜂蜜汁很费力 黑塔经理居然急了 他连续发了几条信息给士郡 让他现在立刻马上给自己做 他还专门给士郡准备了超级无敌豪华技能奖励 如果不完成任务 就要取消奖励 士郡犹豫了一下 那还是先给他做一杯蜂蜜汁 士郡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技能 让塔经理这么急着给他 他拿出储备在洞里的蜂蜜 攻二头肌不断发力 蜂蜜一颗一颗在手里爆开 距离纯天然手工蜂蜜汁 只差萌媚蜂的一口灵魂蜂蜜 如今萌媚蜂已经把蜂蜜玩出新花样 可以单手控制蜂蜜球 精准投放到杯子里 在士郡和萌媚蜂的配合下 一杯干净又卫生的蜂蜜蜜蜜蜜新鲜出炉 还不等士郡介绍 手里的蜂蜜汁已经消失了 黑塔经理拿起蜂蜜蜜猛吸 酸酸甜甜的味道就是恋爱的感觉啊 士郡收到了经理的点赞 他微微一笑 既然喝得开心 那就该兑现奖励了 黑塔经理没有食言 他给了士郡一个养蜂技能 可以让蜂蜂听懂他的指令 并且攻蜂的采密速度 和萌媚蜂的产卵速度都有了提升 这个奖励士郡很满意 给经理一个大大的赞 罗利龙已经喝完了刚才那杯蜂蜜汁 点赞都是虚的 无限续杯才是真的 士郡问黑塔经理 他是不是一头飞天小猪 罗利龙直接炸毛 他这么高贵的黑龙 怎么会是一头猪 他朝着士郡一阵咆哮 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和谐氛围 瞬间消失 猫猫举办的番茄拍卖会 一亿人抱怨所有番茄顺利结束 猫猫左顾右盼 今天猫条小姐姐会不会来吗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就在他焦急等待之时 小姐姐出现和他打招呼 猫猫一脸惊喜 你就是上次给我猫条 那个人美心善的小姐姐 苏哈很开心猫猫竟然还记得自己 他又拿出猫条想和猫猫合照 猫猫擦了擦口水拒绝了 苏哈有些失望 他把猫条收了起来 突然听到猫猫说他可以合照 但是他想要用咖啡盐和胡椒粉来交换 苏哈有些惊讶 不过猫猫愿意与他合照 他还是把猫猫要的东西拿了出来 其实这是士郡交给猫猫的任务之一 如果有人想跟他合照 那就用合照来换一些生活用品 苏哈开心地和猫猫拍了好几张照片 猫猫伸出小爪子和他握手 希望他们以后都能合作愉快 苏哈摸着猫爪软乎乎的肉垫 开心到飞起 这把猫猫都整蒙了 不知道这个女人在兴奋什么 苏哈拿出猫条给猫猫 猫猫表示他们已经前或两期 不能再多收他的东西 苏哈说这是为了感谢猫猫让自己摸了肉垫 他很开心 猫猫看着自己的爪子 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 就摸一下他的爪爪肉 就能让他们这么开心 真没想到自己的爪子还有这种作用 另一个小姐姐也想与猫猫合照 猫猫配合地拍了照片 之后也让他摸摸自己的肉垫 这一趟猫猫满载而归 自己的爪子这么受欢迎 看来他可以成为24小时出售的猫了 苏哈正在把合照发到朋友圈 猫猫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你在干什么呢 苏哈吓了一跳 猫猫问他是不是从K国来的冒险家 苏哈没想到猫猫竟然会知道K国 猫猫想让他帮自己一个忙 另一边没买到番茄的队长 正垂头丧气地坐在石头上 这次女儿一定会非常失望的 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 队长回过头 惊讶地发现竟是一个妹子 带着猫猫向他走来 猫猫问他是不是K国的领头人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 猫猫表示想和他谈一笔交易 这是士郡给他的另一个任务 他拿出合约 合约上写明请队长 给士郡家里送去5000万 并且向他的家人说明 他在塔里一切安好 作为报酬不仅会给他500塔币 还会额外提供200颗魔法番茄 光是能拿到魔法番茄 就让队长心动不已 不过他也很好奇这个士郡是谁 他从没听说塔里有这个人 猫猫说士郡已经到40层了 他是一个神秘且强大的男人 队长十分震惊 竟然有这么厉害的人 要知道他们组队打怪杜菲金 不过他也没有再问更多 在合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兔子们日思夜想的胡萝卜终于成熟了 这是一颗可以改善视力的魔法胡萝卜 使用它不仅可以治好遗传的近视眼 还能提成10点速度值 而且它和魔法番茄一样 可以分解一公斤多余脂肪 本以为黑塔经理会第一时间来要胡萝卜 没想到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动静 士郡主动找黑塔经理 得到的权势自动回复 也不知道是因为说他是飞天小猪生气了还是出差了 士郡负责将胡萝卜拔出 而兔子们负责收进仓库 整个山洞都沉浸在大丰收的喜悦中 这时老六突然扑倒在地 士郡以为他摔倒了 没想到这个戏机 竟是扑在胡萝卜上偷偷啃了起来 兔兄不禁吐槽着儿子把他的老脸都丢光了 忙活了一下午 士郡看大家都累了 就招呼兔子们中场休息 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胡萝卜 兔子们将萝卜举过头顶 虔诚地跪拜 他们开了一场萝卜宴 兔子们很高兴 抱着胡萝卜啃了起来 这魔法胡萝卜清甜多汁 士郡感觉他将成为魔法番茄之后又一爆款 吃饱喝足后大家又开始忙碌起来 就在这时突然弹出一条系统消息 士郡以为是塔经理忍不住来要胡萝卜了 没想到竟是升级提示 他顺利地升到了10级 随后又弹出了任务信息 黑塔中的每位冒险家都会在10级接受一个转职任务 完成任务可以获得新的技能 并且有丰厚的奖励 普通猎人的任务都是与战斗相关 不知道他这个农夫会收到什么任务 士郡点了接受 他的任务是完成50平方米的农场扩建 这好像没什么难度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任务 完成起来却费了一番功夫 在他和兔子们的努力下 终于达到了完成任务的标准 士郡整个人累到虚脱 完成任务获得了10塔B的奖励 他辛苦了几天 都不如猫猫出差一趟赚的领头 不行了 他要好好休息一下 士郡打着哈欠打算去睡觉 突然发现兔子一家不太对劲 兔崽崽们想回家睡觉 没想到竟被兔兄赶了出来 然后毫不留情地关上了房门 留下兔崽崽们在门口哀嚎 原来是兔崽崽们都已经成年 需要独立出来自己建窝 今天太晚了 我只能明天再见 士郡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睡 看来你们很快就要有弟弟妹妹了 兔崽崽们不明 所以让士郡仔细讲讲 可惜士郡自己都没实践过 拿什么给他们讲 你们还是以后自己体会吧 这个只可一会不可言传 因为农场的扩建速度太快了 兔兄担心兔嫂太过辛苦 打算再造几只兔子出来干活 他毫不犹豫地 把已经成年的五只仔仔赶出家门 都这么大了也该自立门户了 不要耽误他们夫妻温存 果然父母才是真爱 孩子都是意外 第二天士郡醒来 发现兔崽崽们早已起床 他们在农场里建起了自己的小窝 老六迫不及待地拉着士郡 来参观他们的劳动成果 士郡看着他们的窝 瞬间感觉自己的草席子实在是太老了 今天继续萝卜宴 兔兄把胡萝卜中间挖空 做了一个胡萝卜杯 虽然这个杯子对于士郡来说有点小 但是他不仅可以装水 喝完还能直接吃掉 一杯两用 兔子酥气一边吃一边 旁若无人的秀恩爱 狗粮撒了士郡一脸 他感觉自己嘴里的胡萝卜都酸了 看来他又要准备带娃了 这时种子商店突然弹出提示 原来又过去了一个月 他都差点忘了买种子这件事 不过他现在有钱了 不需要担心种子涨价 他点开商店 这次可以在土豆草莓生菜三种中选择一种 士郡本想选生菜 因为0.1塔币就可以买1000颗生菜种子 好吃又便宜 烤肉必备 但转面一想 他没有肉啊 只能忍痛放弃生菜 另外两种也很难决定 因为他都很喜欢 不过选碳水总归是没错的 他放弃草莓种子 用了5塔币买下100颗土豆种子 突然他感觉天空一暗 什么情况 难道是有人把牛吹到天上了 士郡抬起头 头顶一个巨大的麻袋快速落下 能不能提前说一声 差点被砸死 装着100颗土豆的麻袋掉了下来 兔子们都心有余悸 还好掉在中间了 不然他们就成了兔子饼 不过土豆种子 还是让士郡很惊喜的 竟然都是完整的土豆 士郡擦了擦嘴角的哈喇子 这土豆看起来就很好吃 拿来做土豆饼 土豆你简直不要太赞 他赶紧给兔子们开动员大会 马上我们就有新的食物了 这时勤劳的蜜蜂们还在忙碌 士郡的养蜂等级也升到了二级 他现在可以拥有两个蜂巢 到时候让萌妹蜂想想办法 再给他弄一个蜂巢 小蜂蜂们已经快装满了一瓶蜂蜜 看来他还要再弄一个装蜂蜜的容器 他们在煽动忙碌之时 猫猫也没闲着 他去了流浪商人的中心城区 打算买些东西 田园猫不再是以前的傻白田 不仅学会使用颜值俘虏女冒险家 换取各种塔外食物 在面对老坚俱滑的流浪商人时 坎价方面也能游刃有余轻松拿捏 猫猫如今的成长 得益于士郡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补习 就在刚刚 猫猫找到了K国的队长东直 让他给士郡的家人送钱并代华 不仅会给他500塔币和200颗魔法番茄作为报酬 任务顺利完成 他还将会成为魔法番茄的唯一代理商 这让刚刚还沉浸在失望情绪中的队长 大脑瞬间荡机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他赶紧签下合约 生怕晚一秒猫猫就反悔去找别人了 猫猫把塔币和番茄给队长 他并不担心队长会违约 因为在塔内签订了合约 在塔外依然生效 队长信誓旦旦保证完成任务 并且约定猫猫视天后在这里见面 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 他抱起这筐珍贵的番茄 这次除了黄毛 只有他一个人获得番茄 如果女儿知道了 一定会觉得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爸 而此时士郡突然发现老六脸朝下伏在水塘里 吓得他以为老六出事了 兔嫂更是直接吓到昏厥 他把老六捞上来 还好只是呛了点水 不过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士郡用大葱叶做成腹板 开始教他们游泳 一人欺吐完的不亦乐乎 在队长离开后 猫猫也没有停留 他去了流浪商人中心 这是士郡交代给他的第三个任务 猫猫来到一家店铺 选购了一些锅碗瓢盆 戏狗掌柜热情地接待了他 这只猫一看就是新人 看来今天又能载一大笔了 这些东西打包价16塔币 本以为猫猫会直接掏钱买单 没想到他竟然砍价 狗子也不废话 那就15塔币给 猫猫还想再便宜些 狗子不同意 没想到猫猫扭头就走 才便宜一塔币能不能有点成余 见猫猫要走 狗子赶紧拉住他 别急着走啊 13塔币你看怎么样 猫猫回头 八塔币我拿走 狗子还想抬价 见猫猫又要走 赶紧松口 八塔币你拿走 出去可别说我卖这个假 猫猫爽快地付了钱 拿着东西离开 狗子叹了口气 本以为能大赚一笔 没想到这猫竟然比他还狗 猫猫紧张地离开了店铺 幸好士俊提前给他做了功课 教了他坛价的技巧 还告诉他如果对方不给便宜 那就扭头走人 如今猫猫真的做到了 终于可以不像一个白痴一样被人忽悠了 猫猫恶骄地走在大街上 突然看到当初骗他倾家荡产的地精 正在忽悠另一只小猫咪 猫猫钻井小拳拳 这个大骗子 中华田园猫终于和那个骗得 他倾家荡产的地精相遇了 如今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骗 就在刚刚 猫猫成功在戏狗那砍架一半 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傲娇地走在街上 感叹自己可真是个经商的天才 这么快就能拿捏那些老油条 虽然士俊的教导也功不可目 但是实践还是得靠他自己 这时猫猫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这些都是塔外有魔法的东西 非常受人类的欢迎 猫猫转过头 果然是那个大骗子又在骗新人 知道流浪商人西奥吗 他就是在我这近的活 如今已经进入商人榜前五百名了 猫猫攥紧了小拳拳 这狗贼能不能要点脸 我就是西奥 此贼是个骗子 千万不要相信他 我当时就被他骗了 可是地精并不承认 你说我骗你 你得拿出证据 猫猫指着保温杯 你说这个东西有恒温魔法 可他只是用特殊材料 阻隔了外界热量的传递 所以温度才会下降缓慢 这些东西在塔外根本就是垃圾 地精无法反驳西奥的话 只能猩猩离开 西奥阻止了一个新手商人被骗 他的心情极好 愉快地回到了99层 开头一张图 剩下全靠边 这部众田漫画已经追平了 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后续有更新会第一时间追更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支持一下 你最喜欢的萌物 喜欢漫画里萌物的宝子们 想要用来做壁纸或者头像 可以在置顶评论中获取高清图 最后附上几张萌图 笔心 田园猫如今只愣起来了 不光能从老油条手里占到便宜 还能保护新手商人不被欺骗 猫猫得意地回了99层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竟破坏了流浪商人检查局的计划 就在刚刚 猫猫看到一个之前骗他的地精 正在欺骗一只新人小猫咪 为了不让新手商人被骗 猫猫直接上前戳穿他骗子的身份 没想到地精竟然不慌 还试图和他套近乎 但猫猫已经不是以前的傻猫猫了 他指着地精手里的保温杯 把世俊对他说过的话复述出来 还表示如果地精再继续骗人 就要喊来警察抓他 地精气的脸更绿了 迫于猫猫的威胁 他只能放弃欺骗眼前这个新人 他扬言一定会让猫猫好看后仓皇逃离 这时猫猫才发现 刚刚的新人不是小猫咪 而是一只小狐狸 他想请猫猫吃饭以示感谢 猫猫连连拒绝 这都是小事 互帮互助是猫界的传统美德 猫猫得意洋洋地离开 并没有发现身后的小狐狸变了脸色 确认猫猫已经走远 狐狸叫出了藏在暗处的下属 你们是怎么干活的 不是叫你们监控周围100米的范围 清除一切可能破坏我们任务的因素吗 为什么会混进来一只猫 原来狐狸是流浪商人协会检查局的探长 最近他们收到了一些 关于欺骗商人的举报 所以协会让他前来秘密调查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 才追踪到地精的踪迹 但却没查到地精 获取这些物品的途径 狐狸伪装成新手商人 让地精注意并接近他 眼看计划就要成功 马上就能打入内部 顺藤摸瓜找到给他崩祸的人 现在全被搅黄了 下属被劈得瑟瑟发抖 他们也不知道猫猫是怎么出现的 可是这并不能作为计划失败的借口 狐狸让下属回去写100份警察 不然就卷铺盖滚蛋 狐狸想到了猫猫 这只猫好像和地精认识 而且两个人还不太对付的样子 不过他这仗义直言 倒是让地精逃过一劫 他得好好查查这只猫 而此时猫猫正啃着鱼竿哼的小曲 再回99层的路上 完全不知道他刚刚帮了的倒忙 士俊拿到了100颗土豆种子 这些种子每一颗都是完整的土豆 他只会连刀老二把土豆一分为四 这样他不仅会有更多的种子 还能留下一部分吃 简直完美 男孩竟在山洞里挖出一颗发着金光的红薯 整个山洞都被光芒笼罩 差点把男孩和动物们闪下 这颗金属不仅能预寒 还能分解十斤多余脂肪 就在刚刚 狐狸探长为了获取骗子的供货商信息 假扮新手商人接近地精 对于狐狸身份一无所知的猫猫 却误打误撞让地精躲过一劫 狐狸因为这次失败不得不制定新的计划 他突然想到了猫猫 打算好好调查他一下 这只猫或许会成为抓捕地精的重要突破口 而此时士俊正在山洞里种土豆 他把土豆一分为四 这样就会拥有更多的土豆种子 这个方法是他在塔外吃饭时刷视频 刷到了花花的短视频并一见三连穴道 没想到关键时刻还能救命 士俊和兔子们开垦的食品里土豆甜 获得了十点经验值 士俊还算比较满意 看着辛苦播种的兔子一家 士俊向他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他们之前种的红薯可以收获了 兔子们听到红薯兴奋不已 他们之前吃过一次烤红薯 现在想想都流口水 不过在此之前需要把地里所有的红薯藤砍掉 兔子们听到又要干活 脸瞬间垮了下来 而且红薯藤还要继续播种也不能给他们吃 干活的动力为零啊 老六让大家不要担心 当初士俊为了升级 这些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兔子们都松了口气 然而士俊突然宣布为了让他们更加有参与感 这次他就不垄断种植红薯芽的乐趣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执着想要获得更多经验 兔子们脸又垮了下来 士俊让兔子们赶紧动起来 早收割完就能早些吃上烤红薯 想到烤红薯 兔子们又有了干活的动力 老大负责搬运 老二和兔嫂负责收割 老三负责挖坑 老四和兔兄负责浇水 忙碌了一下午 终于完成了150平方的红薯田扩建 兔子们围着士俊跳起了舞 他们是在庆祝红薯丰收 跳了一支献给塔农的舞蹈 士俊开始挖红薯 突然从洞里发射出一道金光 士俊好奇地上前去看 差点被金光闪瞎 他种的红薯竟然变成了金属 系统提示他获得了一颗太阳红薯 并且还获得了塔内繁育新品种的成就 而此时在塔外 队长东直已经按照合约来到士俊家楼下 男孩竟在山洞里繁育出新品种金属 而且还获得了独家种植权 这样就算他把金属卖给别人 其他人也不可能种植出来 士俊对这一点十分满意 虽然他很想尝一尝新品种的味道 但是金属只有一颗 为了能让金属可持续发展 士俊还是忍住口水挖个坑埋点土 把金属种进地里 士俊种好了金属 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收获地里剩下的红薯 他和兔子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这次收获的红薯又多又大 历时一下午 他们终于把地里所有的红薯都放进了仓库 士俊在兔子们期待的眼神中 把红薯裹上大葱叶 开始烤了起来 很快红薯的香气就一满山洞 这次兔子们学精了 不像小时候那样直接上嘴咔 而是仔细地吹了吹上面的热气 士俊掰开烤红薯 看着就很有食欲 兔老大的口水已经抑制不住的涌出 每只兔子都抱着半个红薯啃了起来 兔兄还因为吃得太急被噎住 这次消失已久的塔经理 再也忍不住烤红薯的诱惑 他让士俊给他十个烤红薯 士俊很感谢他让兔子们先吃 他装了十个红薯 瞬间红薯就全部消失 兔子们也吃饱了 士俊想让镰刀老二帮他一个忙 黑塔经理包开烤红薯的皮 一口一个很快就炫光了十颗红薯 可惜有点少 一下就吃完了 这时他看向水晶球 他有些好奇士俊在做什么 士俊只会镰刀老二把红薯削成条 老二看准时机出刀 一颗红薯瞬间分成了99条 然后整齐地摆在葱叶上 黑塔经理表示很生气 不理解士俊为什么要扔掉这些红薯 他都还没吃够 士俊解释这并不是扔掉 而是在做一种美味的食物 你听说过红薯干吗 我把这些红薯削成条然后晒干 非常好吃哦 等做好了我可以让你先尝尝 男孩被困在黑塔的天坑长达五个月 为了生存他只能靠种田来养活自己 本以为等其他猎人到达这里他就可以获救 可没想到他竟直接落到黑塔的99层 还好一只流浪商人猫找到了他 在猫猫的帮助下 他终于成功地卖掉自己种出的番茄 获得了第一桶金 而此时他的家人却因为迟迟没有他的消息而焦急万分 士俊拜托K国领头人东直 替他给家里送些钱并且带了话 东直敲响了士俊家的门 以为是士俊回来的父母和弟弟 激动地打开门 却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男人 父母以为他是士俊的朋友 还是热情地把他请进屋里 士俊父母一脸悲伤 你是来找士俊的吧 我们已经五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是生是死 东直赶紧拿出名片 我是凤凰工会第五小队的队长 弟弟听到他的身份异常震惊 他仔细看了看名片 竟然是真的 这可是顶级工会 而且眼前这个男人还是队长 这样身份的人物竟会来他们家 士俊父母瞬间感觉自己摆上桌的东西上不了台面 手忙脚乱地打算去买高级水果 东直赶紧让他们不要忙了 他这次是带来了士俊的消息 听说儿子有消息了 父母也坐了下来 东直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 我迎士俊先生的请求来送这个 父母不敢相信地接过信 以为儿子自杀的两人抱头痛苦 东直震惊地摆手 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遗嘱 士俊先生现在很好 父母停止了哭泣 颤抖地打开信封 发现里面竟是五千万的支票 东直告诉他们 士俊目前在黑塔里 他进去拾没来得及打招 让他们不要担心 听说儿子没事 父母的心终于放下 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士俊不亲自回来 东直解释可能是因为他有任务抽不开身 这在猎人中很常见 东直又询问他的家人 你们都不知道士俊已经进入黑塔了吗 家人表示士俊五个月前突然失联 他们也去协会查询过 但并没有查到觉醒者里有士俊 东直陷入沉思 连协会都没有登记这个人的信息 难道是出现了什么失误 不过士俊独自一人 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弟弟也想成为猎人进入黑塔 但被东直拒绝了 因为进入黑塔风险很大 一不小心就会丢掉信命 所以协会建议美物质登记一个猎人 完成任务的东直告辞离开 他一出塔就来到这里 现在只想赶紧回家 他开心地给女儿打去电话 宝贝女儿 老爸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东西 而此时 猫猫正在回99层的路上 路真远啊 他炫完了小鱼竿 又拿出了烤串 男孩将胡萝卜的头泡在水里 等胡萝卜长出了嫩芽 再把它们种进土里 因为被吃掉的胡萝卜根不会再长回来 这样做胡萝卜就会开花 再通过密封的兽粉 他可以获得更多的胡萝卜种子 努力工作的感觉真好 士郡正在忙着种胡萝卜 一直看着水晶球的黑塔经理却急了 因为前几天的烤红薯太好吃了 之后又看到士郡做红薯干 听说是比烤红薯更好吃的东西 他可一直惦记着 也不知道晒好了没有 好想尝一尝啊 他给士郡发去了消息 催着他快点去看看红薯干 士郡起身 正好他也打算去看看 石头上的红薯干表面已经十分干燥 看上去应该可以吃了 士郡拿了一条先尝了尝 软糯香甜有嚼劲 充分干燥的外皮 完美地锁住了里面的甜味和水分 士郡感觉自己就是个小天才 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 他和兔子们像吃了血脉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这可把嘴馋的黑塔经理急坏了 士郡当即打算再晒一些 无聊的时候当零食吃 黑塔经理忍不住开始了信息轰炸 让士郡快点给他一些红薯干 士郡赶紧装了一盆 突然他觉得每次都用大葱盆不太合适 他有更好的东西 他在包里翻找着 黑塔经理着急地催促 大葱盆就挺好了 别瞎折腾了 他只想快点得到红薯干 士郡从包里掏出之前装红薯的袋子 把红薯干装了进去 还贴心地用大葱叶扎了一个蝴蝶结 他开心地递出红薯干大理包 这样用袋子装红薯干 可以避免水分流失 保存很久 本以为黑塔经理会非常高兴 没想到他竟没什么反应 毕竟这点东西都不够他塞牙缝的 还保存什么呀 黑塔经理淡淡地回了句 听我说谢谢你 然后收走了红薯干大理包 士郡一脸委屈 他好歹也是食品厂兢兢业业的打工人 这个包装也算是比较精美了吧 但士郡不知道的是 拿到红薯干大理包的黑塔经理 脸上满是惊喜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搞得这么可爱 这是他可以吃的吗 他都舍不得拆开了怎么办 因为红薯干太好吃了 兔子们吃个不停 一转眼四十个红薯做的红薯干 已经快被消灭干净了 这时萌妹峰飞了过来 士郡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 萌妹峰向他手里塞了一个小团子 系统弹出提示 士郡获得了玉米花粉球 养风经验值也增长了 他和萌妹峰一起来到玉米地里 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别的作物 没有来玉米地查看 没想到他们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还开了花 看来再过些天 他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烤玉米了 非常期待啊 萌妹峰制作出 宝两佳品玉米花粉球 吃花粉球不仅可以 让皮肤光滑白嫩有弹性 还可以淡化法令文与伟文 士郡觉得这将是 比魔法番茄更受欢迎的东西 因为减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但抗衰可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 萌妹峰最喜欢的就是花花 收到三朵免费花花赞赏 萌妹峰更高兴哦 士郡把花粉球放进嘴里 刚开始味道有些微苦 随着味蕾被唤醒 香甜的味道在口腔中蔓延 就像吃糖一样 士郡给了萌妹峰一个大大的赞 受到鼓励的萌妹峰招呼着 他的小峰峰 把手里的花粉球都拿给士郡 很快士郡就收获了一捧花粉球 这时外出卖货的猫猫回来了 他欢快地从洞口跳了下来 却在下落实看到了萌妹峰 一下让他想起上次 差点被峰峰寻殴的场景 猫猫落地瞬间炸毛 士郡让他不要担心 因为峰峰的现在已经认识他了 萌妹峰笑着给他扔了几颗花粉球 没想到猫猫秀了两下 直接扑到士郡身上 因为他讨厌花粉的味道 这让他鼻子过敏 他用士郡的衣服擦着鼻屁 可士郡只有这么一件衣服 他赶紧把猫猫放在地上 问他有没有完成任务 猫猫一脸傲娇 你不看看我是谁 我不仅超额完成任务 还卖光了所有番茄 猫猫打开包包 拿出一大堆调料咖啡 然后又打开合约面板 郡很高兴 这样家里知道他已经进塔 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不过他又有点失落 他已经半年没有回家 很想念家人 妈妈每天都会做好 肉呼呼的饭菜 招呼一家人来吃饭 爸爸就经常摆弄他的那些花草 自己的种田技能 应该就是遗传他的 还有那个喳喳呼呼的弟弟 到时候一定会笑 我只能当个农民 他们应该做梦 都没想到我在塔里当起了农夫 还养了兔子 蜜蜂和猫 不知道他们在塔外过得好不好 这是一只肉呼呼的小爪爪 搭在他的膝盖上 兔子 猫猫 蜂蜂都围在了他身边 他们都是士郡的家人 士郡内心感动地摸着他们的头 猫猫拿出自己的小包裹 掏出了他这一趟赚的塔币 除去合约费用 跑腿费用和购买东西的钱 这次赚了两千塔币 这是你让我买的锅碗条盆 士郡满意地看着这些东西 有了锅他能做的美食就更多了 哈基米不仅经商天赋异禀 买东西也是运气绝佳 一出手就在幸运角逃到了价值连城的宝贝 猫猫得意地掏出了他买的东西 士郡教给他的砍价技巧太好用了 这些东西他只花费了很少塔币就买下来了 士郡满意地看向正在和兔子吹水的猫猫 他真的很有天赋 正考虑要不要给猫猫提一下代理等级 但看着猫猫尾巴都翘上天的样子 还是算了吧 他还需要磨练一下 不能让他太骄傲 士郡查看这些物品 果然塔里制造的每个商品都有标记 不过为什么制造商都被隐藏了 他正想问一下猫猫 突然看到了一旁的匕首 士郡眼睛一亮 他以后也有防身的武器了 但为什么匕首的描述是三个问号 他问猫猫匕首从哪里获得的 猫猫说是他在铁匠铺旁边的幸运角买的 他砍了三次价 成功地把原本200塔币的刀砍价到30塔币 士郡觉得这把刀还挺重的 虽然是未知商品 但又便宜又好用就行 他正要收起刀 黑塔经理突然发来了信息 盲目使用未知商品可能会有麻烦 他让士郡上交匕首 不过随后他表示可以帮士郡鉴定 士郡收到了任务 给黑塔经理准备一些红薯干 奖励是鉴定刀具 士郡严重怀疑黑塔经理是想吃红薯干以权谋私 但遭到了黑塔经理的极力否认 极力的否认不就是一种确认吗 黑塔经理只能承认 他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想吃 士郡接受了任务 很快黑塔经理就帮他鉴定好了刀 这并不是一个会造成伤害的物品 他把刀还给士郡后愉快地拿走了红薯干 士郡再次查看物品信息 相关描述果然已经出现了 凯恩慈的训练匕首 没想到这把匕首竟是个命名设备 命名设备十分珍贵稀有 在塔外起拍就要十一元起步 猫猫这次真是捡到宝了 又到了哈吉米出门营业的时候了 士郡让老六多打一些鱼给他带上 这是一只红毛熊宝宝趁妈妈睡觉 偷偷溜出来玩 没想到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烤鱼的香气从深坑口飘出 熊宝宝饿坏了 他寻着香味向深坑靠近 田园猫如今学会了拿捏人心 不仅会在两位女冒险家面前卖萌拍照 换取塔外食物 还会将这些东西一点一点拿出来 在士郡这里换猫条和总代理资格 士郡拿到这把价值连城的匕首 迫不及待地试了起来 这把匕首特别锋利削葱如泥 以后他再想切菜 就不用去找连刀老二了 有了刀的感觉简直是太酷辣 他的刀工让兔子们连连鼓掌 士郡满意地表扬了猫猫 这时正在啃猫条的猫猫抬起头 脸上带着不满 你怎么还叫我猫猫 现在应该叫我猫总 你刚刚答应让我做一个小事总代理 看到猫猫可爱的模样 士郡赶紧改口叫猫总 猫总满意地伸出他的爪爪 想和士郡击掌 没想到士郡竟一脸兴奋地摸着他的肉垫 直呼他的爪爪太可爱 士郡把猫猫抱到腿上 打算再给他来一套猫条马杀鸡 老六看着猫猫的待遇眼都红了 猫猫暗想果然人类都是肤浅的 只要摸摸他的爪子就能这么开心 他这可真是一双幸运的招财爪 看着猫猫渐渐的表情 士郡感觉他心里藏着事 他把猫猫放下 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不是猫总了 所以服务结束 老六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而猫猫却一脸懵 一个小时有这么快吗 他这个猫总还没当够 猫猫想再当一会儿猫总 士郡不同意 于是猫猫掏出包里 还没拿出来的调味料 我要家中再来两个小时 士郡看着地上各种各样的调料 瞬间惊呆 这只猫果然还藏着丝火 而且还这么多 他拿起盐舔了一口 又拿起辣椒酱闻了闻 他可太久没有吃到这些东西了 猫猫骄傲地说 怎么样 这都是我刷脸转的 够不够续费两个小时猫子 士郡也不想计较他有没有私藏啊 抱起猫猫来了的爱的魔力转圈圈 而兔老大已经拿起盐撒在胡萝卜上 准备做第一个吃盐的兔子 第二天一早 兔子们是被烤鱼的香味铲写 有了刀之后 士郡的食物做得更加精美 他将鱼肉和大葱穿成串 然后撒上盐和胡椒粉 士郡烤了辣和不辣两种口味 让兔子们都尝尝 第一次吃辣椒的兔子被呛得咳嗽起来 只有老六吃得异常兴奋 士郡看向一旁还在呼呼大睡的猫猫 他拿了一根烤鱼串过去 猫总该起床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猫猫眼都没睁 打着哈欠就开始喊烤鱼 士郡递上鱼串 没想到猫猫闻到味道直接炸毛 你这是拿鱼开玩笑呢 如此美味的鱼竟然被糟蹋成这样 士郡一边啃着串一边感叹 放了盐的烤鱼才是最美味的 但猫猫表示不赞同 他这个原汁原味的烤鱼才最好吃 大家都喜欢什么味的烤鱼 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吧 熊宝宝趁妈妈睡觉 偷偷溜出去玩耍 没想到竟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越走越远 丛林深处的香气不断吸引着他 但他记得妈妈说过 生坑是毒蜂的地盘 可是他好饿呀 熊宝宝忍不住向生坑爬去 而此时士郡和兔子们吃饱喝足 开始干起了浓火 有了匕首之后 他可以更快地收获成熟的作物 匕首使用的熟练度不断增加 他把魔法番茄一串一串地割下来 让猫猫可以收拾一下出门营业了 猫猫表示不满 他现在已经是猫总了 怎么还要出去卖货 士郡一脸严肃 我还是你老板呢 我都在干活你怎么可以躺着 猫猫一脸不情愿地装着番茄 喵喵 老板比总代理等级高吗 看来他要学的还很多 他要努力工作 争取早日自己当上老板 就可以让士郡天天给自己做马杀鸡 喵喵喵 猫猫一边暗戳地想着 一边收拾好自己的包裹 准备踏上成为老板之路 士郡叮嘱他别忘记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还有路过铁匠铺的信任角石 记得去抽抽奖 不要浪费他的天赋 猫猫记下了 挥手向士郡告别 送走猫猫后 士郡又开始收获魔法番茄 突然他惊讶地发现他收获了六颗番茄 竟获得九十点经验值 他以前并没有这么高的经验 士郡拿起魔法番茄查看属性 惊喜地发现这些番茄已经变成地级作物 分解脂肪和保质器都变成了之前的双倍 而且味道更好 士郡很开心 现在经他手的作物都变成了地级 说明自己已经是地级塔农 猫猫要是晚一点走 那就可以销售地级番茄了 为了庆祝自己成为地级塔农 士郡决定农场放假一天 大家一起品尝新番茄 然后再睡个午觉 兔子们十分开心 而独自走在路上的猫猫 突然内心感到一阵失落 此时隆隆来到黑塔仓库 仓库中央放着一尊精致的黑龙冰雕 他上前一把拍掉放在石台上的冰雕 拿出士郡给他的红薯干大礼包 小心翼翼地放上去 这里被施展了永久保存魔法 这么可爱的东西他不打算吃了 要放在这里保存起来 龙龙拿出水晶球 想看看士郡在做什么 没想到这大白天的他们竟然安逸地睡觉 他敏锐地发现了附近的危险 赶紧叫醒士郡 告诉他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被吵醒的士郡睡眼惺忪一脸懵逼 他抬起头 一个飞影出现在洞口 他吓了一跳 这难道是怪物 黑塔经理让他快跑 这时飞影一脚踩空从上面摔了下来 士郡下意识上前 接住了那个掉下来的小东西 本来以为是一只羞狗 可他抱在怀里才发现 这竟是一只飞红巨熊宝宝 熊宝宝正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 熊宝宝可怜巴巴地看了男孩一眼 就把男孩的心萌化了 没想到那只面容猙獰 看着他就流口水的巨熊 他的宝宝竟然这么可爱 小小一只软萌软萌 好想让人摸一下呀 士郡把熊宝宝放下 而此时黑塔经理却十分着急 他质问士郡为什么要抓飞红巨熊宝宝 他妈妈可是十分危险的生物 说不定现在已经到处在找宝宝了 士郡也很委屈 是熊宝宝自己掉下来的 他也做不到见死不救 经理让士郡立刻马上把熊宝宝送出山洞 但士郡却很担心 即使他能把熊宝宝送出去 可他还是个宝宝 万一再出意外怎么办 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等他妈妈来 把他捡回去 黑塔经理更着急了 飞红巨熊可是很能吃的 他会吃光山洞里所有东西 士郡严重怀疑黑塔经理 是怕熊宝宝把他的那份吃了 熊宝宝已经和兔崽崽玩在了一起 他第一次见到兔子很开心 老六拍了拍熊宝宝的头 以后哥照着你 蒙昧风带着小蜂蜂们出门采蜜 近看到熊宝宝这个不明生物 熊宝宝开开心心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 没想到小蜂蜂十分不欢迎他 拔出毒针就向他飞来 熊宝宝懵了 怎么温馨的画风突然就变了 他吓得转身扑向士郡 这些蜂子太可怕了 一言不合就想吃他的熊掌 呜呜 他眼泪汪汪地钻进士郡怀里 宝宝好委屈啊 士郡赶紧安慰他 不哭不哭 他们是因为不认识你 所以才这么熊的 他让萌昧风给熊宝宝一点蜂蜜 听说熊熊都喜欢吃蜂蜜 熊宝宝伸出爪爪结果 进口蜂蜜又香又甜 他很快吃完蜂蜜 又来找士郡求抱抱 黑塔经理气到无语 他愤怒地给士郡发了一条任务 立即把熊宝宝送走 如果接受就给他一项新技能 如果拒绝就让他饿死 他非常非常不喜欢这只熊 士郡感觉飞塔经理有些无理取闹 他还是个宝宝 干嘛一直要把他赶走 黑塔经理说他有义务保护塔农的安全 这个熊宝宝就是巨大的威胁 他出现在这里是一个错误 熊宝宝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趴在士郡的腿上 士郡情绪也有些低落 这让他想到当初自己也是 黑塔经理想要抹除的错误 山洞外那么多危险的生物 不能就这样把熊宝宝送出去 他打定主意要照顾好熊宝宝 黑塔经理无奈只能妥协 士郡抱起趴在腿上的小小只 发现他竟然睡着了 只是因为担心自己的零食被熊熊吃掉 300岁的龙龙竟然吃起了 三个月熊熊的醋 强烈要求士郡把熊宝宝送走 不然他就撒泼打滚 可是这么可爱的熊宝宝早已征服了士郡的心 而且就这样让他独自回到充满危险的丛林 太没人情味了 熊宝宝尝过了农场的进口蜂蜜后 也完全不想离开了 士郡执意要把他留在身边 黑塔经理也只能妥协 他觉得士郡一定会后悔的 解决好熊宝宝的去留问题 士郡也放心下来 熊宝宝已经在他怀里睡着了 这熊熊真可爱啊 士郡轻轻地拍着他 太阳晒在身上暖暖的 没多久困意袭来 他也忍不住睡着了 没想到他刚睡着 熊熊就睡醒爬了起来 他在山洞里左看看右看看 之前闻到的香味就是从这里传来的 刚才太慌乱都忘记了肚子饿这件事 现在饿得睡不着 老六睡眼惺忪地从别墅里走出来 被眼前的场景吓到惊叫 他这是看到了什么 他的叫声惊醒了士郡 他睁眼发现熊宝宝竟然不在身边 内心慌得一批 他该不会把兔子吃了吧 他赶紧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只见兔崽崽们气愤不已 山洞里的存粮已经被熊熊炫了一大半 他们最爱的胡萝卜和红薯已经所剩无几 唯独番茄还没有动过 老大气得直跺脚 老六直接掏出他的小木锤 有意的小传说翻就翻 熊熊被兔崽崽们一顿胖揍 委屈的他又奔向士郡 宝宝只是肚子饿 宝宝心里苦 熊宝宝又哭了起来 士郡抱起他 发现他比刚来的时候大了一倍 之前和老六一样高 现在老六捶他还得跳起来 这也长得太快了吧 不过好像吃山洞里的东西就是会长得很快 兔崽崽们也是这样 想到昨天黑塔经理执意要让自己送走熊熊 士郡现在有些后悔没听他的话 这次黑塔经理又发来了信息 巨熊宝宝是黑塔最能吃的生物 他敞开了吃一天要吃一吨的食物 士郡真的感觉自己错了 他诚恳地向黑塔经理道歉 昨天他还误会黑塔经理是嫉妒 所以才会这么排斥小熊 是他不知好胆了 黑塔经理并没有在意 现在最重要的是送走巨熊宝宝 士郡也知道 可是这个山洞这么高 怎么把熊宝宝送上去也是个问题 这时他想起了之前离开山洞的方案 让蜜蜂把大葱叶做的绳子绑在洞外的树上 然后兔子们合力把它拉上去 他把绳子在熊宝宝身上绑好 士郡兔子们可以拉了 兔崽崽们开始使劲 卖力地将熊熊拉了起来 但突然离地的熊宝宝非常慌乱 他非常害怕 挣扎着想要下来 可士郡必须要把它送走了 因为他真的养不起这只熊 他拿了一坨蜂蜜给熊宝宝 你现在必须要回去找妈妈 不然他会着急的 熊宝宝拿着香甜的蜂蜜 焦虑的情绪瞬间被抚平 虽然不舍得 但他也接受自己必须离开的事实 向士郡挥手告别 士郡送走熊宝宝的任务也完成了 他获得了收集种子的新技能 可以在收获作物时 有机会获得更优质的种子 不过看着被熊宝宝啃得满地狼藉的煽动 大家十分惆怅 辛辛苦苦五个月 一朝回到解放前 未来一段时间 他们就只能吃番茄了 这天士郡和兔子们正在农场里忙碌 突然感觉头顶一黑 他抬起头 熊宝宝开心地向他招手 可他感觉整个人都不好 因为熊宝宝竟然带着他的妈妈一起来了 他妈妈该不会是来下馆子了吧 因为熊宝宝吃得太多 一天就吃光了深坑所有的存粮 所以就算熊宝宝再可爱 士郡也养不起 他不得不把熊宝宝送出深坑 但没想到深坑的灾后重建工作还没完成 熊宝宝就带着他妈妈来到洞口 看着向下张望的一大一小 士郡瞬间感觉整个人都不好 熊妈妈不会是来下馆子的吧 就他这小身板 聚熊张开嘴 一口一个嘎嘣脆 难道他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和弟弟 就要狗带了 士郡哭求熊妈妈高抬贵嘴 我都半年没吃肉了 每天吃番茄胡萝卜 身上都是骨头肯定一点都不好吃 熊妈妈不会说话 只是叫了一声 差点把士郡吓尿了 就在这时黑塔经理发来消息 他们并没有打算吃了你 士郡很惊讶 没想到黑塔经理竟能听懂熊女 隆隆一脸傲娇 那必须啊 我可是黑塔管理者之一 精通上百种兽语 就算听不懂还可以打开没到翻译 他告诉士郡 熊妈妈只是想找他要一点蜂蜜给熊宝宝 他可以通过保护周围的区域来换取蜂蜜 士郡松了一口气 如果只是吃蜂蜜不吃他就好 而且以后这一片有熊妈妈照的 他就可以把农场扩建出来 这时熊妈妈伸出了他的爪子 要带士郡到外面看看 士郡坐在熊爪上 整个山洞尽收眼底 他第一次看到深坑外的世界 远处散发的光芒刺得他睁不开眼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这是他进入黑塔以来第一次离开深坑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他四周看了看 这真的是在塔里吗 这里也太大了 他指着远处发着光的柱子问黑塔经理 那是什么 黑塔经理告诉他那是传送石 士郡听说过这个东西 猎人们就是通过这个东西进出黑塔 只要他走到那里就可以回家了 但他要怎么过去呢 熊妈妈把士郡放下 熊宝宝开心地扑进他怀里 他一边抱着熊宝宝 一边问熊妈妈 有没有办法带他去传送石那里 熊妈妈却摇了摇头 因为那里并不是他的领地 想要到达传送石 需要击败三千只怪物 他的领地是从丛林到深坑 如果士郡离开这片区域 他也很难保护他 士郡有些失落 不过能在这片区域得到保护 已经很好了 兔子们也跳了上来 熊宝宝开心地抱起老六 友谊的小船又扬帆起航 士郡从包里拿出蜂蜜 熊宝宝瞬间忘记怀里的老六 友谊的小船再次翻了 熊宝宝拿起蜂蜜开始炫了起来 熊妈妈一脸慈爱地看着他 士郡问他要不要也来一点蜂蜜 熊妈妈却拒绝了 他想把这些东西留给自己的宝宝 这上面没什么吃的 所以熊宝宝长得很慢 没想到他只去了深坑一天 就长了一大截 士郡面露尴尬 这熊宝宝吃掉了他们全部的口粮 他们不长吗 去熊妈妈竟然三天三夜没吃东西 只为了寻找人类所在的山洞 本以为他是想来吃自助餐 没想到他竟想和人类搞好关系 因为熊宝宝在短短几天就长大了不少 尤其是山洞的天然进口蜂蜜营养丰富 士郡给熊宝宝吃了蜂蜜 本想让熊妈妈也吃一些 但熊妈妈却想把好吃的留给宝宝 这伟大的母爱感动了士郡 听说他为了找这个山洞连续赶路 已经很久没有吃饱喝足了 他当即决定给他们做一些好吃的 猫猫采动的锅碗瓢盆也有了用武之地 老六抓鱼稳如老狗 很快他就抓了几条大鱼 老二迅速切好配菜 士郡打算今天大展拳脚做一顿美食 他把鱼肉 番茄 胡萝卜放进锅里 先用大火煮开 然后小火慢炖 士郡拿起勺子尝了一口 酸酸甜甜的番茄搭配新鲜滑嫩的鱼肉 再撒上盐和胡椒粉 味道太赞了 香喷喷的番茄酸汤鱼出锅 香气充满整个山洞里 兔子们也在有条不紊的烤鱼 大葱和番茄 口水从熊熊们的樱桃小口中流出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吃法 这蚊子也太香了 虽然山洞里并没有丰富的食材 但绝对是他们从没吃过的美味 而且都是纯天然无天家 干净又卫生 士郡让熊妈妈放心吃 作为妈妈更要好好吃饭 这样才能养好身体更好地照顾宝宝 而这时熊宝宝也顾不上堂 迫不及待地抱着盆喝起了鱼汤 熊妈妈十分感动突然伸出了熊掌 一把将士郡和兔子们紧紧抱在怀里 这浓烈的感激之情差点把他们送走 黑塔经理在水晶球里看到这一幕 也松了一口气 原来士郡在送走熊宝宝之后 他一直在关注巨熊一家的动向 担心熊宝宝会带着妈妈来伤害士郡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熊妈妈竟主动提出想和士郡交好 黑塔经理觉得能让士郡得到巨熊的保护 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 当即决定帮助熊妈妈向士郡传达善意 巨熊不会再伤害士郡 那他的农场就可以向山洞外扩张 黑塔经理非常高兴 他感觉自己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马上他就可以有更多好吃的 想到那些美味的食物 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时猫猫已经卖光了番茄 在商人城区悠闲地逛着街 他开心地买了几根烤串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别人调查的目标 流浪商人监察局里 有人拿着猫猫的资料详细地查阅 正是之前打算作为卧底接近地精 却被猫猫见义勇为而搅局的狐狸探长 错失抓捕良机的狐狸 只能从猫猫这里入手打探 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但是关于猫猫的消息非常少 只知道他是一个刚注册没多久的流浪商人 但这样一个新人 不仅拥有高超的销售手段 每次出现都掀起一波抢购热潮 而且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进了货 竟然有如此充足的货源 狐狸打算亲自出去探查一番 这时秘书狗子拿了一打资料进来 最近黑塔最大的仓库发生了盗窃案 失窃物品已经有不少流入了黑市 局长对此事十分重视 失窃物品的清单他已经整理出来 交给狐狸查看 狐狸让狗子把资料放在桌上 他现在有急事要出门一趟 田园猫得到了一包辣椒面 鲜艳的颜色让他忍不住好奇 浅浅地尝了一口 却直接被辣哭 猫猫捂着被辣红的小嘴 看来以后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人类的食物 好奇心害死猫啊 他走在商业区 突然东北烤串的香气飘进他的鼻子里 他赶紧过去打算买上几串 安慰一下自己受伤的舌头 自从学会了士郡的砍价技巧 猫猫屡试不爽 就连买根串都要老板给他打个折 猫猫边走边啃着足疗店退休的小鱼 味道真不错呀 他美滋滋地打算去铁匠铺抽奖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 猫猫回过头看到来人有些惊喜 好巧呀 你不是那个差点被地精骗了的傻瓜吗 狐狸探长表面笑嘻嘻 心里却有一万只草泥马飞奔 资料查到猫猫之前也被地精骗了 他竟然被傻瓜叫傻瓜 要不是计划被破坏 现在早把地精抓了 狐狸自我介绍他叫泽拉特 猫猫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 就打算回去 泽拉特却叫住了他 上次你帮助了我 我还没有答谢呢 有时间我请你吃个饭吧 猫猫直接拒绝 他转身离开 他很忙的 可不能耽误了自己赚钱的时间 见猫猫要走 泽拉特赶紧上前拦住他 就算不吃饭去喝个奶茶也可以啊 猫猫还是拒绝 他不喝热的东西 泽拉特依旧没有放弃 附近有一家甜品店 里面的顶级甜品要提前几个月预约才能吃到 刚好我朋友在里面工作 不需要预约马上就可以吃到 猫猫依旧不为所动 他也不吃甜食 搞不懂小狐狸干嘛要执着于请自己吃东西 泽拉特也无语了 没想到猫猫这么难搞 软硬不吃 看来他只能用上最后一招了 他扑通一身跪在地上 呜呜 求求你帮帮我吧 我上有八十岁老母 下有八个月弟妹 全家就靠我一个人赚钱咬活 猫猫被泽拉特的操作整懵了 你这是干什么 小狐狸哭得梨花带雨 我出来没多久 对于经商一窍不通 你帮助我的那一次让我印象深刻 我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个骗子 没想到你不仅一眼就看出来了 还仗义直言帮助我解围 你也太厉害了 你真的是个伟大的流浪商人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 一番话下来 猫猫已经被彩虹屁吹得飞了起来 小狐狸看到猫猫受用的表情 这一招果然有效 装可怜真是屡试不爽 周围已经围了不少吃瓜群众 猫猫有些尴尬的让泽拉特站起来 现在这样子好像是他在欺负弱小 泽拉特问猫猫接下来打算去哪里 猫猫说他打算去铁匠铺 因为世俊交代他多去利用自己的优势抽奖 泽拉特一路跟着猫猫到了那家铁匠铺 这里都是一些不可估价或者未知商品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卖垃圾的地方 他不是来进货的吗 这些东西拿出去根本没人会买 分而逼不值 搞不懂猫猫怎么会来这里 一路上他也问了猫猫很多次 没想到猫猫告诉他想学习经商技能 跟好自己就行 路过的那些售卖高级商品的铺子 不管里面的东西多么精美 猫猫也全都视而不见 直奔铁匠铺而来 猫猫站在柜台前 外面的牌子写着抽奖一次二十塔壁是吗 老板一边看报纸一边敷衍地招呼他们 没想到猫猫突然一拍桌子 老板给我打个折 猫猫的这番操作 看得小狐狸一脑门子问候 他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经商技能 狐狸探长向田园猫学习经商技巧 竟被猫猫的操作震碎三观 他跟着猫猫进了一家折扣店 老板眼都没抬 敷衍地招呼了他们一声 然后就继续看报纸 猫猫一拍桌子 老板我要买东西 给我打个折 狐狸一脸震惊 这是什么操作 在一个已经打折的地方要求打折 简直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就在狐狸以为猫猫要被老板打出去的时候 老板撇了猫猫一眼 那就十八塔壁吧 狐狸暗自吃惊 没想到猫猫还真拿到了折扣 但这个折扣并没有让猫猫满意 他伸出粉嫩的爪爪 再多一些折扣吧 狐狸一脑门子问候 这只猫是真不怕被老板打出去啊 这十老板也终于抬起了头 泽泽 你这猫还真是勇啊 十五塔壁不能再少了 只见猫猫再次拍桌开口 十三塔壁卖给我吧 我以后会经常来的 狐狸已经被震惊妈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老板也放下了报纸正视猫猫 他思考了一下 还是同意了猫猫的价格 猫猫得意的看向狐狸 看到了吗 学会了吗 狐狸一脸尴尬的笑着鼓掌 你真牛啊 猫猫开始挑选商品 狐狸很好奇他会选些什么 猫猫在堆成小山的商品中翻找了半天 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看到了一顶草帽 他拿起草帽 感觉越看越喜欢 当即决定救了他了 狐狸却觉得这个草帽不好 看上去破破旧旧 甚至连个武器都不是 简直是垃圾中的垃圾 其他地方几个塔币就可以买到 这里的东西也太贵了 猫猫不为所动 因为他就喜欢这个草帽 狐狸还想说什么 猫猫有些不高兴 哪里贵了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 有的是找到自己的原因 好吧 这么多年了公司掌位上 有没有认真工作 狐狸无言以对 就连老板都抬起头问他 你是对小店有意见吗 狐狸赶紧低头道歉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 猫猫拿着草帽开心的离开了 狐狸依旧跟着他 可是猫猫已经买好了东西 打算回99层 他拍了拍狐狸的肩膀道别 我已经把能教的都教你了 能不能灵活运用就看你自己了 希望你能早日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 狐狸还在懵逼之中 他愣愣地看着猫猫离开 就这么一小会儿 猫猫已经颠覆了他的认知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就在他出门前 秘书给了他一份仓库失窃物品清单 但是他当时急着出来找猫 只是简单地扫了一眼 他记得那份清单里就有一个草帽 再看看猫猫手里的草帽 好像和清单里的那个一模一样 不会这么巧吧 这只猫的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好啊 与此同时 士郡在山洞里收获了许多胡萝卜种子 他打算把这些种子一部分种在山洞 一部分种在外面 因为现在多了一只能吃的熊宝宝 他的食物消耗得飞快 得马上扩大种植面积 不然就养不起这一大家子了 这时他看到老大和老六又抓了一车鱼 早饭还没消化就又要开始吃了吗 不过兔嫂又怀孕了 的确要吃的好一点 他最近好像没什么胃口 孕妇最适合喝鱼汤 士郡打算给兔嫂做个鱼汤补补身体 他让老六清理好鱼 自己则去田里摘一些新鲜的番茄 开始动手做起了鱼汤 在兔兄的不懈努力下 兔崽子们终于要有弟弟妹妹了 可是这几天兔嫂总是食欲不振 这样对身体可不好 为了让兔嫂多吃点东西 士郡打算做一道清鱼汤 给兔嫂补补身体 他去农场摘了一些新鲜番茄 自从用上了猫猫给他带回来的匕首 他收获作物的经验提升得更快了 并且收获熟练度也提升到了四级 没想到熟练度升到四级 竟然获得了隐藏属性 不仅可以使采摘过早 还未成熟的作物变数 而且还有极低的概率 让收获的作物等级提高一级 虽然概率极低 但一想到能享用更高级的食物 士郡还是非常期待 这次兔兄已经扶着兔嫂等待开饭了 他切了几片香叶 放进快要煮好的鱼汤里 香气扑鼻而来 美味的鱼汤出锅 这是一道士郡又爱做出的鱼汤 用料充足味道鲜美 是孕妇滋补的佳品 士郡告诉兔嫂 即使胃口不好 也要好好吃饭 毕竟对孕妇来说营养全面非常重要 兔兄贴心地给兔嫂喂着鱼 士郡和老六相视一笑 现在的日子真是田径又美好 这时熊宝宝也来了 他在洞口和士郡打招呼 前几天熊妈妈就搬来了一块大石头 用来给士郡绑绳子 方便他以后从坑里爬上来 士郡把大葱叶座的绳子 绑在大葱叶座的箱子上 自己则站到箱子上 示意熊宝宝可以拉他上去了 熊宝宝卖力地拉绳子 把他拉到外面 士郡摸着他的头 你今天又长大了许多 连拉绳子都变快了 熊宝宝轻密地蹭着士郡 手里的箱子 士郡一脸无奈 看来你不是为了快点见到我 而是为了快点干饭 才拉得这么快 他打开箱子 里面装着满满的烤红薯 之前熊宝宝吃的都是生红薯 所以士郡打算让他尝一下熟食 熊宝宝开心地吃了起来 烤红薯的味道比生红薯好太多了 很快一箱烤红薯 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 熊宝宝忍住口水 拿着红薯飞奔到一旁 士郡和兔子都震惊了 一向贪吃的熊宝宝 今天竟没把所有的东西吃完 只见熊宝宝在旁边开始挖坑 把剩下的那只烤红薯埋了进去 原来熊宝宝听完了士郡讲的耕种知识 把红薯种进地里 就可以收获更多红薯 熊宝宝就开始学这样子种田 烤红薯这么好吃 种下之后一定会长更多烤红薯 自己真是个小天才 他兴奋地展示自己刚刚种下的成果 没想到士郡和兔子们笑作了一团 熊宝宝一脸懵逼 士郡告诉他 烤红薯不会因为你种下它而长出来 因为烤过的东西是不会发芽的 你这么喜欢吃烤红薯 我一会儿再给你做一些 士郡觉得这件事可以够他笑一年了 突然他感觉身边凉嗖嗖的 一转头被吓了一跳 几条鱼也被种在了土里 瞪着死鱼眼看他 他和兔子瞬间实话 好家伙简直离了大谱 看来熊宝宝还需要补很多课呀 与此同时 萌妹峰独自坐在蜂巢里 他抱着一个白色的茧 有些神色忧伤